奶奶 奶奶 寂静的小山村 一个破落的小院子里 突然发出一声悲惨的哭号 相隔不远的左邻右舍听到了 纷纷跑出了屋子 向院外张望 他确定是黎麦家发出的声音后 众人把腿朝那个方向跑了过去 当他们推开破木门 看到昏暗屋内的情况时 几个村民傻眼了 一个死不瞑目 一个被吓晕又磕碰死 这祖孙俩死得有些惨啊 不劝族长 哎呦 作孽呀 他撕了尖自己裙摆 想将黎麦留下的后脑包裹一下 就将黎麦突然间睁开了眼睛 正死死瞪向他 哎呀 娘 鬼呀 滚 滚 黎麦春媳妇吓得眼睛一翻 晕死过去 这 不是我的手 王八蛋 只见黎麦眼前一黑 再次昏死过去 哎呦 好像黎麦没死啊 快 谁去喊一下孟大夫 我已经让黎东去请了 等黎麦再次醒过来 这具身体不是我的 我穿越重生在了别人的身体里 哎呦 黎麦 你可算醒了 你没事太好了 来 赶紧起来 有人带着喜叫来接你去成亲 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身子 嗯 嗯 我这是怎么了 哎 可怜的孩子 你奶没了 你回来看到后被吓得晕倒了 结果不巧 头碰在了木墩子上 咳破了后脑袋关 流了很多血 是孟大夫来了才给你止了血 包扎了伤口 我奶呢 你昏迷了三天 组长安排村人把你奶下葬了 阴阳先生来看过 说你奶三日内必须要下葬 她是寻短见的 留在家里时间长了 对你不好 她不下葬 你醒不过来 哎 真是造孽呀 黎麦听完眼睛红了 心 也有些痛 木地在哪 我能去祭拜一下我奶奶吗 能是能 只是 黎麦呀 院子里来了个隔壁村的媒婆 还带着一个喜叫 说是来接你去成亲的 怎么可能 我奶不可能会骂我的 是真的 那媒婆拿着你奶的信物 还有你奶案的手印 还有你奶的手书 说是你奶亲手写的 你奶实字你知道的吧 咋样 头晕不 要不沈子扶着你 没事 谢谢沈子 黎组长 我这可不是诈呼人 这婚书是真的 看看 是府衙盖国官印的 这是黎三婶前几日 托人找到我 让我帮她家黎麦 寻一门合适的亲事 她要求的就是 婆家人不错 善良 不愁吃穿 哪怕人丑点 大个几岁也不怕 为此 她还愿意出二两银子 做嫁妆 还给我一两就没人理 我也是看在 这一两银子的份上 才去帮她跑的 事我给办成了 过来跟她说 她同意了 才签下这婚书的 你胡扯 我三婶不可能是那样的人 哎呀你个黎组长 就别和我降嘴了 你去把黎麦姑娘请出来 我自己跟她说 她奶奶还有话 让我与她说 我奶让你跟我说什么 哎哟 你这姑娘可算是出来了 你再不出来 我要被你们组长的 口水喷死了 哎哟 可惜了 这么好的姑娘 定给了那个摊子 早知道这姑娘这么漂亮 就留给老小当媳妇了 但现在已经晚了 黎麦和周全的婚书 官府也已经批了 没办法反悔 我奶让你和我说什么 她说啊 她给你准备的东西 在你藏钱的地方放着 让你带上 嫁去夫家好好过日子 让你要孝敬公婆 有爱家里人 也要和夫婿和睦相处 这些是她最后的心愿 希望啊 你能听她的安排 别让她走得不安心 黎麦的眼睛有些红 这样对孙女的老太太 怎么可能会害她呢 如今记忆知道 奶奶的临终遗院 是想让孙女嫁人 过个安稳日子 那就嫁吧 春婶 一会儿我走后 麻烦您帮我把屋子 和院子锁了吧 好 可怜的孩子 以后黎家村 就是你的娘子 嫁过去那边也不怕 如果有人欺负你 稍话回来 咱们这些叔婶子们 过去给你做主 就是啊 黎麦丫头 既然这事情没法改变 那你安心嫁过去 你奶虽然走了 但你还有黎氏这个母族 我们都是你的寇审 是 谢谢组长叔 能等我一炷香的时间吗 我想去给奶奶磕个头 行 去吧 婶子跟你们算过 你们拜堂的吉时 在有时来得及 黎东 你带我去一趟 我奶的坟地 黎东点点头 跟着黎麦往外走 老大 你真的要下去旧家村啊 嗯 你一个月内 别去危险的地方 要注意安全小心点 定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老大 莫非你脑瓜子摔了一下 还摔出了新本事 成大仙了 知道我将有危险啊 少废话 听我的就对了 我父君叫周全 你以后有事 去周家村问周全家 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说完就继续往上走 老大 就是这里 黎麦跪在坟前 看着连个杯都没有的坟堆 轻轻唤了一声奶奶 随后气不成声 落下泪来 这一刻 她能明确感受到 来自这具身体的悲伤 哭了两酒以后 黎麦跪了三个头 才站起身来 走吧 一个月内 你别再来这座山上了 恭喜三哥 贺喜三嫂子 这媳妇啊 我可就给你们娶回来了 好 辛苦弟妹了 不辛苦不辛苦 这孩子可是个好孩子 你们要好好对待啊 那是自然 小林 小蕾 快 抬着你哥哥过去 踢轿门 接新娘子下轿了 从进入屋内以后 黎麦就敏感地 闻到一股子药味 看来 这个周全应该是摊子 行动不便 需要人抬着 这难道真是原主的奶奶 去世前 给原主定下的亲事 难道奶奶不知道 她给孙女定下的孙女婿 是个摊子 这样一个根本不像 喜嫁娘子的新娘 你让她究竟是从哪里找来的 总不会 是强迫了人家娶回来的吧 我知道盖着盖头 你不能说话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点头或者摇头 我再决定 这个盖头鲜不鲜 这个声音 有些温柔 有些伤感 难道 她其实不想娶妻 是被家人逼迫的 她下意识点点头 你是资源嫁过来的吗 黎麦点头 你可知道 你竟要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黎麦闻声点头 我家日子也不好过 之前给你家的那聘礼 是我们家的全部集训 现在你嫁跟我 你可能要跟着我吃苦受罪 你还愿意跟我继续成亲吗 我人都在这儿了 你还问这种问题 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她猜不透这男人问这话 是因为考验她才问的 还是有其他目的 但黎麦觉得 她家即便再差 能比自家还差吗 想到此处 黎麦再次点头 随即哗的一下 黎麦只觉头上一松 那个红盖头总算是被拿走了 慢慢抬头看向眼前这个男人 这一瞬间 他愣住了 男子面如怪玉 白皙俊朗 浓眉腥目 气质绝尘 这个男人 怎么那么像 默示那个失踪的老师呢 以前的老师变成自己丈夫了 还成了个摊子 这什么情况啊 周全看到黎麦的第一眼 也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 他本以为新娘子 只是个为了钱 被家人舍弃的姑娘 却没有想到 她的长相 超乎她所有的想象 你是黎麦 你是周全 是我 你的夫君 还没拜堂 不算夫君吧 她会不会嫌弃自己啊 自己要不要主动说一下腿的事情呢 如果自己以前的异能都在 空间中的灵犬也在的话就好了 可以让她用灵犬水经常泡澡 看看配合异能 能否将腿治好了 想到空间 黎麦心念一动 闭眼宁神感觉空间的存在 却没想到 她用意念感念空间存在的时候 突然脑中一阵刺痛 她的身子晃了一下 差点晕倒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 啊 怎么了 你刚才摇晃了一下 似乎是差点晕倒 是不是饿了 啊 不饿 是有些饿了 你等等 我去海娘给你送些吃的来 大哥 您让我给你和大嫂 送了些吃的过来 进来吧 只听吱鸭一声 周桃推门进来 先看自家大哥一眼 见大哥脸上淡笑着 心里便就稳妥了 大哥对这位新嫂子 应该是满意的 啊 不会吧 大嫂这么好看的吗 娘啊 大哥这是走了什么狗屎院 她一个摊子 竟然还遇到了 这么好看的媳妇 呸呸呸 不能嫌弃大哥是摊子 一定是老天爷 派大嫂来拯救大哥的 大嫂 这是娘让我给你和大哥 送来的和气饺子 你们吃一点 一会儿就该去拜堂了 谢谢 太子周桃 是我的二妹 在我之上 我还有一个大姐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我家兄妹五个 哦 谢谢桃儿妹妹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 不要不要 你和大哥吃就好 那我回去了 再见大嫂 听到大嫂喊自己桃儿妹妹 周桃很是开心 抽离脉挥了挥手 开心地走了 小桃 怎么样 你大嫂长啥样啊 是啊 二姐 大嫂长得好看吗 你个吃馒头 鲜包皮吃的臭小子 找媳妇 要什么好看啊 性子好 才是最重要的 小桃 你大嫂 看着高兴吗 有没有嫌弃你大哥的样子 姑姑 我的新娘 看着会打孩子吗 大嫂很好 还穿我笑 还喊我桃儿 她和大哥说话 也是轻声细语的 而且 大嫂长得很好看 比咱村那个最好的菊花都好看 还有猪猪 那是你的爹的新娘 不是你的 你应该叫娘 你放心 你娘看着性子很好 不会打孩子 哇 那就是大嫂长得比大哥还好看了 那这样看来 你大嫂果然是个好的 哇 那就好 奶奶 晚上我要和爹娘一起睡觉就 但是 娘 大嫂看着应该是被匆忙间戴上轿子的 穿的衣服也很旧 还有补丁 而且头也没人给说 脸上也有点脏 看着有些可怜 娘那时候也看出来 她的衣服有些旧了 小桃 你柜子里是不是还有一块 桃粉色碎花的细棉布啊 你晚上晚睡会儿 和娘一起 给你大嫂做一身裙子 让她明日起来有个换的衣服 等下次你二哥再去镇子上时 娘再让你二哥给你新买一块料子 你看行不 行 娘 我这就去拿 等大嫂和大哥拌完糖 我们就坐 老二老三 你们俩一会儿再去房后的树林里多捡些柴火 等晚饭后 咱们烧一锅热水 让你大哥大嫂晚上能洗个热水澡 哎 好嘞娘 马上就去 你也别处着 去把老组长和几位叔伯请来 再有一会儿就要拜堂了 得有长辈来证婚呢 我去准备几个菜 晚上我们也摆两桌 请请这些关系近的邻居和长辈们 奶奶 拿猪猪做什么 你呀 跟奶奶走 给奶奶包花生去 吃吧 谢谢 周全看了眼 那盘饺子不算多 似乎也不打算吃了 都给她留着 黎麦诧异地看向她 你不吃 塔儿不是说是和气饺子吗 吃吧 见黎麦低头去吃 她再夹几个饺子吃起来 周全吃了三个就没再吃了 黎麦看向她 她摇里摇头 你吃吧 我不太饿 黎麦此刻也确实是饿了 就没再跟她客气 低头吃着 给我你的手 黎麦吃饱了 此刻心情也好 打算先给周全探探麦 看看她身体情况如何 周全诧异了 小妻子还会医术吗 她把手伸了过去 就被黎麦握住 你的身体很虚弱 如果你每天再不好吃饭的话 你活不过一年 人这一生 最幸运的事就是能活着 活着才有无限可能 说死了 连什么可能都没了 比起能活着 腿不能走路也不算什么 何况 你这应该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吧 我记得婚书上写着 你才二十二岁 好好活着 你的余生很长 还有机会去治愈你的腿 曾经 我见过双腿都没了的人 还能靠着自己的毅力 和心中的信念活下去 还活得很好 她还娶妻 生子 还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她从一个人生失忆者 活成人生赢家 得到了很多人的崇拜和追随 但你比她幸运 你的双腿还在 你还有机会站起来 周全正正地看向黎麦 听她说的那些话 她的心中突然像 被什么东西烫了一般 浑身好像渐渐多出一些 无形的力量 我还有站起来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我保证 一年内 你肯定能站起来 一年内 好 我相信你 虽只是初次见面的新婚妻子 但她能感受到黎麦的真诚 她愿意相信她 想来她家里人在她面前 应该是避祸着她的腿病的 不然她不可能对站起来这么没自信 甚至生出了不想继续活下去 连累家里人的想法来 嗯 你 是什么时候知道 请要嫁给我的 今天中午 那这亲事 并不是你自己同意的 你不知道我家的情况 我只知道 我娘用初始时 给我赔偿的十两银子 做聘礼 给我订了个亲事 我原本对亲事并没有什么奢望 所以也并没有问过具体的情况 我总觉得 谁嫁给我 都是害了人家姑娘 想让我娘放弃 可是我娘不听我的 前段时间我大病了一场 我娘估计是怕我哪天突然没了 就想着给我订个媳妇冲冲洗 哦 原来如此 也可能是巧合 也可能是缘分吧 我家比较特殊一些 我没有爹娘 只跟着爷奶长大 几年前我爷爷去世后 我是跟着奶奶过日子的 平时 我靠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 上山挖药草赚钱 和奶奶生活 奶奶可能是觉得我辛苦 怕耽误我的青春年华 才生了轻生的念头 但我竟然没发现 更没发现 她走之前 给我订了一门亲事 三日前 我中午回家时 奶奶走了 是吃药走的 我回去时 她的嘴边还有白沫子 周玄听得心里一疼 原来如此呀 她就说呢 如此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会轮到自己这个摊子去呢 后来我晕倒了 没想到一晕就是三天 今天中午 今天中午醒来 邻居沈子才告知我 奶奶已经被组长 带着大家下葬了 因为我奶奶寻短剑走的 阴阳先生说对我不利 他不下葬 我醒不过来 所以今日上午 他们帮我安葬了我奶奶 等我醒来时 媒婆就好上门了 我才知道我奶奶之前 为我做了多少事 我在上教前先去给奶奶磕头后 才回去上了花教的 我以为我家的事情 你们是知道的 所以才会在今日我奶奶下葬后 安排轿子去接我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娘和爹姑姑也不知道 知道的话 他们这几日肯定会亲自过去的 我记得婚数是四日前送过来的 说是办成了 也在官府盖了答应的 看来 是媒婆婶子两边瞒着了吧 她盘膝坐于炕上 闭上眼睛 宁神查看空间里的情况 如果自己异能还在 一个治愈系异能 很快便能帮她治疗好了 但如果没有 自己没有灵力 异能也是使不出来的 好在如今有灵泉在 就先用灵泉帮助她 恢复身体机能 让她的身体健康起来 再寻找机会吧 想清楚 她睁开了眼睛 怎么了 你不会是听到 我家这么穷 还没有家人了 不想跟我继续成亲了吧 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你家 是这样的情况 之前我应该问清楚的 现在反而觉得 下给我 有些委屈你了 我这样的情况 给不了你正常男人 能给你的幸福 我 我想过了 我的腿治好之前 我还是去和二弟一起睡吧 给你留个清白名声 万一哪日你想离开 我会给你放棋书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爹娘和你家人的感受 如果他们知道 我们是分房睡的 又会对我如何看 你有没有想过 我出去了 会被村里人如何谈论 啊 塞不在一个房里的 我无所谓 倒是我觉得 为了让你家里人 不担心你 最好不要分房吧 你自己不都也说了吗 你无法对我做什么 还用担心 我的清白名声吗 我从知道 有这么个婚事 决定尊重奶奶 最后的心愿 嫁过来时 就想到了任何的可能 所以 至少三年内 我不会离开这个家里 或者你身边 以后的事情 等你站起来以后再说 谢谢 有时证 与周全举行了拜堂礼 小全 这本来该是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 可惜呀 老天不公啊 唉 这谁说不是呢 咱们还以为小全 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想到 还能有这么个好期命 是呢 小全 你可要对这个媳妇 好一点啊 不然这个钥匙跑了 你家可就成人才两空了 是 大爷爷 二爷爷 我爷爷 我会对他好的 娘 等一下 我跟你们说点事 怎么了 可是媳妇 提什么要求了 不是 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 问了一下他家的情况 娘对他家的情况 了解吗 嗯 知道 他没有爹娘 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奶奶 我还想着 等你们成亲后 就让小林去把他奶奶也接来 跟我们一起过 也好照顾 娘不知道 他奶奶过世的消息吗 什么 他奶奶没了 什么时候 你周婶子没说呀 三日前 与我们的婚叔成了的第二日 喝了药 寻了短见的 我估计 她是和周婶子说好的 不让我们知道 估计 她奶奶是不想拖累的 而她 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婚约 她奶奶出世那日 她就没扛住婚迷了 今日中午才醒来 但是易烊说 她奶奶不下葬 她醒不来 他们离世的组长 就带着村里人 帮着把她奶奶 在今日上午下葬了 这事 我们竟然不知道 估计是黎麦的奶奶 求了周婶子回来别说的 怕我们会因此嫌弃黎麦 这怎么可能嫌弃呢 我们知道了 应该过去帮一把的 那小麦昏迷了这三天起来 应该是没吃东西的 我们还给她直接吃了饺子 会不会肚子不舒服呀 哎呀 我们怎么就提前 什么都不知道呢 早晨你周婶子来问我 说她推断 今天是个好日子 问我要不要去 把新媳妇给迎回来 我就想着让她去试试 毕竟小麦也十九了 那边也只有一个老人 娘觉得 她早一日回来我们家 早好 就同意了 当时娘也是想着 能接回来 今日就给你们成亲 接不回来 就改日 娘跟着你婶子 再去一趟 谢谢娘 她倒是没说 有什么不舒服 既然接回来了 那就这样吧 以后 我们对她好一点 等改日 我再陪她去 给她奶奶上个分 就投期那日吧 娘做一下准备 咱们全家人都去 好 那就麻烦娘做一下准备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只要你们两口子 以后能好好的 娘再辛苦点 也值得 你 笑我什么 娘 姑姑说 你是我娘 娘 你长得真好看 和猪猪和爹爹 一样好看 她 你大哥以前成过亲 黎麦不敢置信 这不会是自己 上辈子做的大好事 积成大德了吧 如今不但是死后 穿越重生了 还有了一个 和以前崇拜老师 长得七八分 相似的相公 虽是个惨次品 但人挺善良的 如今又可以 无痛当娘了 一想到以后 可以欢乐养包子 黎麦瞬间觉得 这个秦成的好啊 成的妙啊 没有 猪猪是大哥 公有家的孩子 那年初世 很多人受难了 他爹娘就是 其中两个 大哥还算是幸运的 活了下来 嗯 猪猪不是爹爹生的 娘 你喜欢猪猪吗 嗯 当然喜欢啊 猪猪这么可爱 跟娘说说 猪猪平时 最喜欢做什么呀 嗯 捉虫子给卢华吃 他会给猪猪下蛋的 哇 猪猪好棒啊 还能养活一只卢花鸡 娘 奶奶家有三只卢花 哦 那猪猪每天不得抓很多虫子 嗯 大嫂放心 猪猪虽然记在了大哥名下 但他基本都是我和娘在带 以后也不会让他过多麻烦你的 没事 既然以后他也是我的女儿 我也有责任带好他 教育好他的 何况 再过几年 你也要出嫁的吧 嗯 老天爷 让大哥快快好起来吧 能遇到这么好的大嫂 是大哥的福分啊 如果他再不好起来 最后留不住大嫂怎么办 晚饭后不久 周全又被周琳和周磊 抬着送了回来 离回来之前 他们先按照惯例 先送哥哥去趟茅房 周桃一见大哥回来 小咪咪抱起猪猪 说了句大哥大嫂早些休息 就赶紧跟着周琳周磊一起跑了 那边吃饭时是不是人挺多 我还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声音 嗯 咱们家东边的有根树一家 有材树一家 还有前院的旺财树一家 和西边的林财树一家 这些啊 也都是我们周氏的本家 跟爹是一个太爷爷 刚才婶子们 还说要看看你呢 被娘拦下了 说你已经休息了 不过明日 他们应该会借着串门子 来看你 我知道了 娘叔给烧了一口水 一会儿啊 会帮着送过来 让你洗一洗 哦 行 很快 赵氏的两个儿子过来敲门 周全应了一声 他们进来之后放下一个浴桶 兄弟俩又提好几烫水 把浴桶弄得热气腾腾的 随后就麻溜走了 要不你先洗 我先睡会儿 你先洗吧 小麦 灯里没油了吗 不是 我吹灭了 哦 他确实挺聪明的 周全不敢动 就静静地凝神听着屋内两个人的清浅呼吸声 和他冻时水发出的哗哗声 突然间 他感觉这样过一辈子也很美好 对了 当初你带猪猪回来时 是办了领养手续的吧 领养手续 就是猪猪还有没有别的亲人 你领走时可有人同意 你可办了文书按了手印再带他回来 或者说 猪猪如今在我们家 是有户籍和身份牌的吗 哦 当时没办文书什么的 猪猪也再没亲人了 不过 回来后 跌去咱们上属的政府牙 给猪猪记了名 她如今是在我名下 长女 周珍珠 哦 那就好 我还担心我们把猪猪养大了 他家的亲戚又来要人 我很喜欢猪猪 我们好好培养他 把他养大 嗯 谢谢 你不介意 我有一个养女的事 猪猪那么可爱 我怎么会嫌弃他 你这样我都没嫌弃你 他 真好 突然一声大气的水声响起 黎麦站起身来 弯腰从凳子上拿了件礼衣 准备穿衣服 水还是热的 可以让他趁热洗一洗 这里边加灵泉水了 没准他洗一洗也会对身体好一些 你是不是不洗了 嗯 水还热着 你要不要洗一洗 还是要换水 不用换 就用你的吧 我不嫌弃你 对 对了 你来时好像没带衣服吧 你过去打开躺柜 里面有我的中衣 那套白色的 我只穿了一次 你先穿那套 你的衣服脏了吧 洗一洗再穿 他既然遭遇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好几日没洗衣书 没换衣服的 李麦本想拒绝 但转念想了想 刚才脱那个衣服有些汗味了 他确实不想再穿上 因此硬下了 好 李麦披上外衣 过去点了灯 打开靠着后墙 放在躺柜里翻看一下 有一套新一些的白色中衣 他拿了出来 又过去吹了灯 抹黑穿上了 他将里面袋子系好之后 又把外面腰带系好了 才再次过去点灯 好了 你过来 我帮你 我不用进去了 就你帮我把不禁打湿 我擦一下就好 不行 你的腿需要泡一泡热水澡 快点过来脱衣服 我有办法帮你进去 相信你自己 可以的 我发现你手劲很大 只要你努力 肯定能过去 哎呀快点 要不水凉了 就浪费这一桶水了 外袍脱掉 中医却是犹豫了 怎么了 怕我看你啊 不 不是 你是我妻子 自 自然是可以看的 李迈没再盯他看 转身去躺柜里 帮他拿了一身 浅灰色中医出来 放在炕烟上 一会儿方便递给他 周全脱的只剩一条泻裤 用双手撑着到炕烟边 看向李迈 挪到那里 一手扶着糖柜 一手扶着我 往玉筒那边挪 双腿没感觉就不管了 你双手用力即可 好了 你可以把蟹裤脱去 好好泡一泡的 我去休息一会儿 你洗完我再帮你出来 他下一次抬头转身 看向李迈 就发现李迈正仰躺在炕上 活动胳膊腿 像猴子爬山似的 来回倒腾手脚 他转过头来轻笑一下 低头解开蟹裤的腰带 把蟹裤脱下 开始搓起按压腿和脚来 为了以后能给李迈 一个正常的夫妻生活 周全决定好好将养身体 尽快能站起来 能走路 能抱起他 李迈活动了一会儿 感觉浑身更有力气了 坐起身 看向周全露在浴桶外的肩膀 突然坏心眼的说了一句 复军 需要我为你擦背吗 不 不用了 要不吹了灯 我帮你擦一下后背 你应该很久没洗了吧 周全想拒绝 可拒绝的话 这次没有说出口 他心里又下意识觉得 这样做是可以的 李迈也没动 就等他的回应 两久 周全似乎自己和自己商量好了 才滴滴摁了一声 李迈敏嘴偷笑一下 这男人其实还挺可爱的 也真是奇葩了 别人家新婚夜市 洞房花烛夜 而他的新婚之夜呢 却是伺候男人洗澡 热呀 好像碰哪都热 麻 不知怎么回事 他感觉双手有些麻了 痒 除腰部以下感觉不到痒之外 全身不管哪里都有种痒痒的感觉 好了 你腿和脚洗好了吗 要起来吗 好了 可是 要怎么出来啊 我压着玉筒一边 你一手去抓躺柜 一手扶着玉筒 尽量站起来 即便腿上没劲 也要靠着玉筒 让自己起来一些 然后撑着柜子和玉筒 往外面的凳子上坐 试试看行不行 周全试过两次 但是不行 他站不起身 腿上一点劲使不上 两只胳膊用力 也撑不起身体从玉筒里出来 算了 给 把你的旧衣服围在腰间 我背你直接出来 不行 你帮我去喊二弟和三弟过来一下吧 这么晚 他们没准都休息了 快点按我说的做 我能背动你 我还背过黎东 他比你还重一些 你这么瘦 娘 要不我过去看看 我大嫂肯定没办法帮大哥洗澡 别看大哥瘦也挺重的 大嫂肯定看不动他 放心吧 你大哥大嫂都是聪明人 他们知道怎么洗澡 莫非以后他们两口子关起门来的事 你都要去帮啊 娘 您说什么呢 真是为老不尊 算了 我还是回去睡觉吧 明日师父要带着我们去黎家村做工去呢 说完周林一跺脚 拉了兄弟周磊一块睡觉去了 这个臭小子 本事学多了 脾气也大了 本来照是打算 给黎麦用周桃的料子做一身桃红色的裙子 新媳妇嘛 得穿得喜庆一些 等亲家老太太过来看了也高兴不是 谁知晚上听到周全的话以后 才知道黎家出这么大事情 如今这全粉色裙子定是不能做了 他干脆拿出一块自己压箱底的蓝色碎花棉布 和周桃拿的桃粉色棉布搭配裁剪一下 给黎麦做一身配色裙子 这样一来啊 正好也给周桃搭配做一身新裙子 两人裙子剩的不料吧 还能给朱朱拼凑一条拼色裙子呢 醒了 嗯 什么时尚了 陈氏 还早 你不在睡会儿了吗 小麦 等等 我看看你的伤口 黎麦转头看她一眼 又默默爬向周全身边 低下头 拨开头发给她看 唉 伤口不小呢 有个地方伸出来点血 应该是睡觉压到了 要不一会儿 让娘去请一下村子里的大夫吧 不用不用 我有药粉 我们村里的孟大夫给留下的 你帮我撒在出血的地方就好 黎麦说完 过去躺柜上抱起自己那个木盒子回来 坐在周全面前打开了箱子 这是你的吧 嗯 当时我们工厂上出事 死了十个人 伤了五个 死了的 东家每个人赔了五十两 伤的 每个人赔十两 哦 那猪猪的爹娘呢 没给赔钱吗 赔了 一百两都给了 不过 被他家族里的组长拿走了 据说那组长 是猪猪爹的唐伯 对方没给猪猪留一文钱 还说猪猪不是他们族的孩子 当着东家的面说了 不认他家有猪猪这么个孩子 这也是为何 他看猪猪可怜 最后才决定带他回来的 那个时候才一岁的孩子 组里不要 他若是不管 孩子迟早会饿死的 或者被人卖掉 那组长 也就是看中了猪猪小 没人给他做主 为了那一百两才那样的 主要也是因为 猪猪的娘并没有被他爹 伤在族里的族谱上 族谱上 也没有猪猪的名字 他们是在工厂上认识后 成了亲的 猪猪爹 也没带他娘回去过 他娘是个孤苦的女子 也没家人 他们成亲时 都是工厂上的工友们 一起凑得热闹 工厂出事后 他们族里倒是知道的挺快 来要了钱就走了 当时我伤着 其他人也不愿意 为一个一岁的孩子出头 最后 就成这样了 那这个钱 要不还给你 你收好 这是给你的 你自己安排用就好 家里过日子 还是能过得下去的 这个钱啊 娘一直没有动过 我们也一直生活过来了 周玄伸手压在 黎麦的手上 又把钱袋子 给他按进箱子里 黎麦看他一眼 笑了笑 也没再坚持 算了 以后需要再拿出来吧 此刻没那个必要 跟他讲 帮我喊一下 小玲和小蕾来 你的东西 也放进躺柜里吧 柜上的木盒子里 有锁 躺柜上 你也可以上锁 要是自己带着 黎麦摁了一声 下地将木箱子 放进躺柜里 挪点地方 就放在最下面 上面又把周玄的衣服 和一些东西 放了上去 盖上柜盖 黎麦却没锁 转身就出去了 他感觉没那个必要锁 周玄整天都在家里待着 若是锁了 就像在房塌一般 这样会让周玄 心里不舒服吧 黎麦不知道 兄弟俩住哪屋 只能先去敲西屋的门了 谁知刚准备敲门 门却开了 周老爹走出来 爹 早上好 好 起这么早啊 你娘和陶尔 才睡下不久 你有事啊 是相公他让我帮 喊一下两个弟弟 黎麦心中好奇 婆婆给小姑子 为何快天亮才睡呀 哦 知道了 你先回去再睡去吧 时辰还早 我去喊那两个小子 周老爹说完 背着手往东房去了 大嫂 早 大嫂早 早 两个人和默契去柜子边上 将往常抬周玄那个椅子 搬过来放在炕上 再一起用力 把周玄抱在椅子上 抬起就吭吱吭吱 往外走 既然婆婆跟小姑子睡这么晚 那她就自己去做早饭吧 当周玄上完茅厕 被两个弟弟抬回正屋前 正好看到黎麦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就把我放在院子里吧 晒晒太阳 你们要是困 早回去睡会吧 大哥 大嫂会做饭啊 大哥 大嫂昨晚是怎么把你搬到玉桶里的 问什么问啊 赶紧给你大哥打水 帮着她洗漱一下 我们的米粮放在哪里 上省你们一般吃什么 早上娘啊 一般就是熬粥 烙点饼子 这嘞 带你大嫂去粮房 看看她需要什么 大嫂 这个里边是纪米 这个里边是放白米的 这个里边是玉米 这边的第一个里边是白面 第二个里边是玉米面 第三个里面是高粱面 这些是娘平时做饭用到的 还有 这几个小坛子里 这个是绿豆 这个里面是姜豆 这里边是黑豆 这里边是白绿豆 这个里边是芝麻 那个是苏米 这些都是咱家地里种出来的 不多 每年爹娘都是留着自家吃的 至于架子上那些 那都是去年留下的种子 今年种完剩下的 李麦点头 周家这粮房倒是很丰富的 看来周家日子 在村里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当李麦拿盆过来 打算挖面做饼子时 打开瓮盖之后 才发现每个里面东西 几乎都见底了 白面那个瓮里 更是已经见底了 几乎是连一碗都挖不出来 看着应该吃不了几天了 想来是秋收以后 这缸里和瓮里会储满一年的粮食 但到第二年秋收之前 粮食就快吃完了 如今是六月 就是快到粮食吃完的阶段了 这个阶段 他记得以前听老师说起过 古人称为青黄不接的时候 但一家人的早餐还是要做的 李麦想了想 决定按照他们以往的饮食习惯 熬粥 烙饼子 不知以往粥家熬的什么粥 李麦挖出一勺绿豆 又挖一点玉米 之后就是素米和剂米 各挖了一点 再将大米也挖了一点点 回到厨房 找出捣东西那个石堆子 用石锤将绿豆捣成绿豆碎 玉米也捣成玉米碎 这样熬粥能快一点 这些最后凑了半碗 他一起倒进开了水的锅中熬煮着 再去挖玉米面和高粱面 结合在一起 凑了一碗多一点 准备回去烙饼子 看到厨房里有鸡蛋 他打一颗进面里 又把一边放的昨日剩的半碗油 倒进去一些 再用温水和面 大嫂 咱家有黑糖和白糖 要吗 有葱吗 给我拿一颗葱就行 不要糖 这个有 周磊麻溜去往东墙边 靠近大门附近那块地里 把颗葱回来 好的 谢谢 等周熬好了以后 他出来院子溜达一圈 看到院子里 只有周全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仰头看向天空发呆 黎麦回到厨房里 往里边走了走 拿了个碗 一个意念进入空间 直奔灵犬水旁 先舀一碗水自己喝了 哇 真甘甜啊 他舒爽呼出一口气 又咬出半碗来 一个意念走出空间 端着碗直接去往院中 走向周全 刚才一直看着我 是不是渴了 谢谢 确实有些渴了 喝完 周全憋唧一下嘴 好像今早的水特别甜呢 是因为他亲自递给自己的吗 你会做饭 我奶奶教我的 有时候都是我做饭 你坐在外面冷不冷 早餐还是不如上午热 不冷 外面比屋内清爽一些 我有时候 会在外面晒一晒太阳 挺好的 多晒太阳是对的 西房内 周林周磊兄弟两个趴在门缝上 偷开院子里 大哥大嫂相处的场面 嘴角弯起 真好 大哥以前可不这样轻声细语 和他们聊天呢 如今却没话找话 跟大嫂聊天 看来不是因为受伤了心情不好 不想同人说话 而是分人呢 大屋内的门边 周老爹也趴在门缝上 看院中两人相处的画面 露出一副老父亲般的笑容 真好吧 看儿子那副傻样子 是喜欢这个媳妇的 那就好 只要儿子喜欢 他们以后都会好好对儿媳妇 只要他不嫌弃儿子 不离开 那就行了 爷爷 你在看什么 看你爹和你娘说话的样子 猪猪啊 你现在可不能出去打搅他们 等一会儿吃完饭 你再去送衣服 这是你奶奶睡觉前交代的 好吧 李麦跟周全说了会儿话 就回去厨房里看西周去了 大嫂 我来就好 不好意思啊 昨晚睡得晚了 午饭我来做 早饭辛苦你了 没事 应该的 娘是熬夜了吗 怎么眼睛那么红 一会儿用温热的布巾 敷在眼睛上一炷香的时间 就会舒服一些了 如果眼睛发疼 就冷热交替各一刻钟 来交换几次敷眼睛 半个时辰后就会舒服了 好 娘听你的 吃完饭就去敷 娘 大嫂的这个西装好好喝 赵氏闻声点头 她也喝出来了 哎大嫂 这饼子是加了葱吗 嗯 葱花饼 加了点盐 吃起来更好吃一些 这个是不同于 你们往日吃的糖饼的味道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 很好吃 我想这么的 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老饼 原来叫葱花饼吗 嗯 你们喜欢吃 以后我们可以多做 咱家葱挺多的 这个可以的 葱我们院子里种着呢 管够我们一家人吃 娘 给你 这是奶奶和姑姑昨晚做的新衣服 昨日看到你的衣服有些旧了 正好咱家里还有两块料子 又逢你孝妻 直接做桃粉的有些不好 直接做兰花的又太肃静了 娘就决定给你做个拼色的 回去试试看 合不合身 不合身 娘一会儿改 谢谢娘和小桃 哎 谢什么 一家人不说谢 赶紧去试试吧 去吧 回屋去换去 我在这边等着看 李迈点点头 抱起衣服走出去 回屋换去了 谢谢娘 谢什么呀 小全 你这个媳妇可是个好的 一看就是个善良的孩子 你要好好对她 你行动不便 嘴上话甜一点 对她多关心一些 等今年收秋后 娘打算去镇上请个大夫 来给你好好看看 万一运气好 碰到个好大夫 没准你还能站起来呢 谢谢娘 不过不用去镇上请了 小麦她自己就回医术 她昨晚呀 给儿子整锅卖了 说等她买一副银针回来 就帮着儿子扎针 试试看会不会好一点 什么 儿子 儿媳妇还会医术啊 嗯 昨晚她给我把麦 我才知道 不过呀 娘 估计她的医术 也就是一些日常的 你还是不要去外面宣扬 咱们村也有大夫 小麦也不打算开诊堂 咱还是少给她惹些麻烦 放心 娘知道轻重 这治病可不是儿媳 万一别人找小麦 小麦又治不好人家的病 她会被骂的 嗯 娘俩刚说完 就借李麦回来了 后面跟着周桃和猪猪 挺好看 娘 挺合身的 谢谢 您做医夫的手艺真好 还行 自家养了五个孩子 以前田里忙时 都是抽空给他们做衣服 做得多了 手艺还凑合吧 谢谢小桃 辛苦你们了 一会儿你和娘躺在炕上 我帮你们按摩眼睛 敷眼睛 一会儿你们的眼睛就不红了 也会舒服很多 真的 嗯 你洗完碗 在锅里设点热水 不用爆开 温热一点就行 好 等给赵氏按摩眼睛周围几个穴位 帮助赵氏眼睛周围 给肌肉放松一下 促进血液循环 赵氏被按得很舒服 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娘要是困了 可以睡一会儿 赵氏听到这话 就放松地睡着了 给赵氏按完以后 把热布金敷上 然后给周桃按摩 大嫂 你太厉害了 按得真舒服 嫂子 你是跟谁学的 一个老中医 以前我奶奶身上不舒服时 我们又没有太多钱找大夫 或者买药吃 老中医就教了我几个按摩穴位 会让人舒服一些的动作 再后来 我就自己琢磨 等黎麦给周桃也敷上热布金之后 周桃也睡着了 猪猪 你平日间做些什么呀 可有什么想让娘陪你去做的事吗 我想娘抱着我去黑豆家穿门子 可以吗 哦 为啥要让娘抱着你去黑豆家呢 前几天 黑豆她娘抱着她 在咱家大门外站着时 黑豆笑话猪猪没娘抱 猪猪想让黑豆知道 猪猪也有娘 娘也会抱我 走 娘抱着你去买豆腐去 猪猪知道谁家买豆腐吧 知道 娘 不去黑豆家 给黑豆看吗 不去 笑话猪猪的黑豆娘不喜欢 我们不去她家 娘抱着你去人更多的地方 明天开始村里人就都会知道猪猪有娘了 好 那我们就去买豆腐 小麦 猪猪很重呢 你一直抱着她 会有些重呢 没事 我力气大 能抱得动猪猪 一会儿让小蕾帮着再换一次热布巾 敷过半个时辰就好 让小蕾带你们去吧 让爹回来给换布巾就好 行 那我出去院子里喊小蕾带着我 你们要去哪里啊 爹 我带着猪猪去买豆腐 让小蕾给我带个路 您回去屋内看着 时间到了 给娘和小桃换一下眼睛上的布巾 具体怎么做 周全会告诉您 行 卖豆腐的是周元家 住在村子南边 咱们家在村子北边 哦 周元 是他家的孩子啊 嗯 周元比我大三岁 他家还养猪呢 听说做豆腐的豆腐渣都喂猪了 他家的猪也长得又肥又大 过年时 人家都买他家杀了猪的猪肉 咱们家过年也买了一块 过年的时候 娘会给我们包肉饺子吃 那周元的爹娘 与咱们家是本家吗 我要怎么称呼啊 嗯 叫婶子和大牛属 周元的爹叫周大牛 不过他家与咱家是出了五福的 不算太近的关系了 平时也没有礼网 而这个时候 黎麦将猪猪抱了起来 前面要过一段不平的路 猪猪被黎麦抱在怀里以后 突然发现被娘抱着走路 再看这周围的景色 比以往看的都好看 好像路边的树啊 也没有他以前以为那般 那么高 那么大了 是周哥 跟嫂子去田里吗 是啊 小蕾 这是谁啊 这是我大嫂 她要去买豆腐 我给她带个路 黎麦冲对方点头示意一下 抱着孩子继续往前走 周全的命这么好 竟然娶了一个 长得这么漂亮的媳妇 对呀 你看她还抱着周全 那个不知道跟谁生的野种 你说 她家人不会骗着姑娘 孩子是帮亲戚家养的吧 哎呀 谁知道呢 哼 这俩人一看就不识善了 怪不得周磊 没给自己介绍一下 这夫妻俩是谁呢 大嫂 别搭理他们 村里人总是爱在背后 说别人家的事 他们是组长书家的二儿子 叫周时周 和我们是同辈 比大哥大十来岁 这些村里人总是不相信 咱们家说的这个孩子 是大哥公有的孩子 他们总说是大哥在外面 和别的女人鬼混 生下带回来的 别因为别人的话而不开心 即便你不开心 也改变不了他们心里的想法 倒不如生自己开心点 至于朱朱的身份 大嫂信你大哥 她昨晚跟我说了 嗯 我听大嫂的 大嫂你好厉害 几句话就让我觉得 以前我们都白白生气了 以前咱们家人跟人解释过好几次 可这村子里还是有人会那么说 如今竟然还在你背后说 估计一会儿碰到人 还会有人那样说 嗯 放心 我心里有数 还有 小雷 我们家的日子 没必要跟别人一一去解释 别人想怎么说是他们的自由 我们也有选择不与这样的人往来的自由 周雷点头硬下 她觉得大嫂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这不是周老三家的老五吗 哎 那个姑娘是谁啊 长得还挺好看啊 我听说啊 周媒婆昨天帮着周老三家的摊子 周全 娶回来一个媳妇 莫非就是这个 不会吧 长这么好看 不会也是有什么毛病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不然怎么会被家人嫁给一个摊子 会不会是被别人家下膛的 或者是作风有问题 才被嫁给一个摊子 走了几步 听到众人的话越发过分 黎麦再忍不下去了 你们知道吗 天油加醋以自己的猜测来说别人坏话 给人泼脏水的人 死后是要下拔蛇地狱的 知道拔蛇地狱是什么样的吗 两个大镊子把你的嘴唇上下扯开 拿一个一尺多长的大钳子 伸到你的嘴里 嘶的一声 直接把你的舌头从嘴里拔出来 那场面很火爆的 舌头被拔出来的那一瞬间 还能带出一股血 扑的一声喷出去老远 据说拔得快的 还能连肠子都拔出来呢 而且 你们知道吗 据说还是每天拔一次 拔了还要竖法给你安回去 第二天再拔一次 你们想想 那得有多疼啊 你活着时 说了别人多少句坏话 造了多少恶语液 就得拔多少回 各位沈子大叔们 不想死后那么惨 每天感受一回拔蛇之痛 以后还是背后少教别人是非的好 不然容易不得好死 这意思 直到三人走了很远 身后再没听到一点声音 哼 气软怕硬 大嫂 你好厉害啊 你不怕他们在说你坏话吗 怕他们 我刚才就不会那样说了 小雷你记住 人善被人欺 你要是表现的不怕他们说 比他们还厉害 他们就会反过来怕你 嗯 我知道了 大牛说 还有豆腐吗 我大嫂过来买点豆腐 啊 有的 你们跟你沈子去撑吧 其他有买好豆腐出来的 又正站在一边和大牛说着话的 借机打量着气派的院子 此刻一听黎麦是周全的媳妇 全都好奇看了过去 可惜了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是小雷啊 这就是你大嫂啊 是啊 旺财婶子 昨日您过去没见到我大嫂 是啊 你娘宝贝着你大嫂呢 没让我们见 原来是这么一个妙人 倒是你大哥好福气了 旺财婶子口才了得 一句话一说完 屋内和门外几个人全都笑了 是个好姑娘 周全也是个好的 以前经常帮助村里人 只是运气不好 出去做工受了难 以后遇到个好大夫 能治好的 我知道 谢谢大牛婶子 说全人很好 很善良 她的腿 我会想办法给她治好的 这就好 这就好 你要几文钱的豆腐啊 给我来十文的吧 大牛婶子硬下 一刀切下去 撑了一块上秤 正好 等黎麦几人回去时 路上已经不见人了 黎麦瞧着路都顺眼不少 黎麦回到家 赵氏跟周桃已经醒过来了 见到黎麦买回豆腐 赵氏无奈摇里摇头 你等等 娘给你拿钱 你买豆腐 应该家里出钱的 不用了娘 我有钱 之前我自己挖草 要卖钱攒了一些 还有您给的那十两也在 如果家里要用钱 您可以跟我说 哎 你的就是你自己的 不用拿出来给家里用 那是你们小两口的钱 这个家里用的钱 我们会努力赚 小蕾说你买了十吻的 黎麦摆手不要 拿着吧 等万一家里没钱 娘知道你有 可以跟你借 这样行吧 黎麦感觉着行 便收下了 周玄没在院子里 也不在大屋内 想来是回自己屋了 黎麦去院中水盆洗一下手 也回屋去了 朱朱跟周蕾开心地围着赵氏 周老爹和周桃他们 想起这趟出去他们所遇到的事 当听到黎麦说拔蛇地狱 去骂那些说周全和他坏话的人时啊 三个人一起忍不住爆笑起来 哎哟 咱家这个媳妇哦 太可以了 是个厉害的 挺好 以前赵氏就不赞成 他们在外面表现太善良了 朱朱被人说成那副样子了 但周老天拦着他 不让他和那帮人争执去 说是怕坏了家里名声 周桃将来不好嫁人 如今儿媳倒是给自己长脸了 赵氏是真的开心啊 我大嫂做得好 那些人真的是嘴欠 不骂一顿 还以为我们家人都好欺负 走吧 朱朱 跟姑姑去喂芦花 周桃开心 牵起朱朱的手 去喂鸡去了 赵氏一听 小桃带朱朱去喂鸡了 摸摸回头看了一眼 赶紧拉过老伴回屋躲着了 若朱朱发现少两只芦花 会不会哭鼻子呀 回来了 出去没发生什么事吧 嗯 没发生什么事 大牛婶子和旺财婶子 还都替你在我面前说好话 说你以前经常帮助村子里的人 说你是个好的 以前没出去做工钱 在村子里碰到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事情 都会去帮 我是家里长子 与别人友善 也才能换来别人对我们家的家人友善 能不欺负我的弟弟妹妹们 李麦想想也对 这是一个大哥该有的样子呀 这家伙真挺好的 我给你把麦看看 上午肚子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她拖鞋上了炕 坐到周全身边 伸手搭在周全麦上 嗯 挺好的 我明天去一趟镇子上 买一副银针回来 我就开始给你扎沾活血 今晚开始用热水泡脚 我开始给你按摩腿上的肌肉 肌肉 不是 腿上这些位置的肉 被称为肌肉 肌肤的那个肌 就是说 这些肉只有健康了 才能支撑你正常走路的 你不能走路的两年里 这些肌肉已经陷入了沉睡 现在我们要按摩它们 让它们醒来 我明白了 好 我一定配合你 好 那 明日让小桃和小林陪你去 李麦一个人出去 周轩很是不放心 小桃就行了 小林不是要去做工的吗 你还识字 嗯 我启蒙过 后来去镇上读书 钱不够了 读了一年 就没有继续读 这时候我退学时 夫子送我的一本书 这两年我不聊时 就会拿出来看看 论语 你夫子为何会送你论语 小麦也是字啊 嗯 我奶奶教我的 我奶奶识字 哦 原来如此 其实我到现在 也不懂夫子为何送我论语 或许 是正好手中多一本论语 就给了我 这本 像是人腾抄的吧 是你夫子的字节 好像是 那就可能是你夫子挺喜欢你 给你留个纪念吧 哦 对了 相公 我刚才去大牛书家买豆腐时 突然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赚钱 改变家里如今的状况 我今早去粮房里挖米时 发现咱家的米缸和面瓮都快空了 这些剩余的粮食 估计也吃不了十天 可是在秋收之前呢 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镜像 下次买米买面的钱 就不知道如今娘手里的存钱还够不够 何况 小林也大了 该说媳妇了吧 万一有合适的媳妇 往哪里娶 拿什么娶 参加快没凉了 嗯 不多了 每个钢和瓮都快见底了 而且昨晚的喜宴还杀了家里的鸡 听猪猪说家里有三只芦花鸡 昨晚那些饭菜 我估计至少杀了两只 怎么了 难过了 责责了 将功 想什么呢 这些又不是你的错 现在的天下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 谁家日子都不好过 像大牛书家那样的 只是因为人家有做豆腐的手艺 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正好可以喂猪 神家抓住了这两个机会 日子才好起来 翻盖了新房的 他家可以这样 我们家也可以啊 我们不会做豆腐 我们可以做别的 嗯 我会的东西很多 娘还可以多买一些芦花鸡回来 多喂鸡 多下鸡蛋 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卖鸡蛋 或者用鸡蛋做一些稀罕的美食去卖 总之 你不用担心的 只要你觉得可行 那我就和娘去商量我们家做什么来改变生活 我不是让你想办法 而是想要得到你的同意 只要你觉得我可以放手去做 我就去努力一把 也许就把咱家的日子过好了呢 好 你想做什么 我都同意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们家里好 怎么会不支持你呢 他脑中想起今天早上 给娘对自己说的话 这个媳妇是好的 要好好对她 别的虽做不了 对她温柔一些 她是能做到的 何况这一刻 李麦讲这些话 是真正暖到自己心脾肩了 她很想将李麦揽进怀里抱一抱 但她不敢 就做了这个轻轻抚她脸的温柔动作 李麦完全没有想到 她会直接上手 一时间僵住了 忘记了语言 只愣愣地看向她 对 对不起小白 我 周全感受到李麦的僵硬 也瞬间清醒过来 相公 你很可爱 我很喜欢 说完转身下地穿了鞋 哼着小曲走了 她怕再跟她待在一个屋里 周全的脸红的又 能滴出血来 谁知李麦刚一出去 就看到猪猪眼睛红红的 从西北的角落处跑出来 猪猪 怎么了 娘 我的卢花只剩一只了 姑姑说 昨晚咱家来了黄鼠狼 偷走两只卢花 我讨厌黄鼠狼 李麦抬头看了周桃一眼 见小姑子跟自己眨眼睛呢 李麦笑了笑 猪猪不难过 那可能也是因为黄鼠狼实在太饿了 那咱们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可是我们以后只有一个卢花下鸡蛋了 猪猪很喜欢养卢花吗 嗯 猪猪喜欢喂卢花 喜欢从卢花的窝窝里拿鸡蛋 这样啊 那明侍娘和姑姑去多买一些卢花回来给猪猪养 好不好 好啊好啊 猪猪瞬间开心了 又找周桃去玩了 李麦去往厨房找赵市去 打算帮着一块做饭 顺便跟他说说发家致富的事情 好啊 你想做什么 娘都会帮你 只要我们的日子能好起来 有钱给小泉治腿 娘都愿意 李麦听完笑了 又说了下明日想去镇上看一看 去买银针和卢花鸡的事情 好去啊 明日你们沉实赶着去村口 坐五平家的牛车去镇上 一个人只要五文钱 免得你们俩自己走着去镇上 这下午啊 打算带周桃和周磊上山挖野菜去 既然明日要多买些鸡回来喂 那这野菜呢 今儿可以多挖些回来 不至于明天夹了嘴呀 却得饿肚子 周老爹带队 一人背着一个篓子 拿着一个小锄头 往北山方向去了 娘 看 这种野菜 卢花喜欢吃 哦 这叫什么猪猪知道吗 灰灰菜 好 那我们就开始挖吧 这里不少呢 周桃猪猪放下个子背上篓子 开始挖了起来 周磊也蹲下帮忙 猪猪 还有这种 卢花也喜欢 知道了 娘 爹 你照看着他们一些 我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周全用的草药 林迈对老爹嘱咐一句 周老爹应下 吩咐他别走远了 让周磊跟着他 看了一圈 也没发现合适草药 倒是看到不少的季菜 林迈蹲下身子挖起来 这东西可以吃啊 夏天吃还对身体好呢 记忆中啊 原主就经常挖季菜回去 给奶奶吃呢 周磊也跟着挖起来 娘 我来找虫虫 好 小心些啊 嫂子 这个叫季菜 可以吃 嗯 我知道 我们可以挖一些这个 晚上我们包包子吃 好 哇 这里好多虫虫 只见猪猪麻利的拿出小罐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竹夹子 手速很快加起一只虫子丢进罐子里 又去加另一只 林迈看得目瞪口呆啊 嘿 这业务还挺熟练的 猪猪今年春天开始抓了不少虫子给卢花吃 除了在树叶间长 他还会在地上的土里找虫子 就很神奇 突然间喷了一声 一只兔子被惊了似乎想跑 却没想到一头撞在猪猪旁边的树上 晕过去了 猪猪被吓得啊的一声尖叫 哎 猪猪不怕 周老爹和周磊这时候跑过来 怎么了 一只兔子装树上好像晕了 妥了 周老爹一听 还有送上门的兔子呢 赶紧上前去 趁兔子还晕着 和周磊一块拿着绳子 绑好兔子前后腿 放进篓子里 黎麦感觉很是不可思议 以前进树林那么多次了 从未见过兔子在眼前撞晕过呀 原主记忆里也没有的 小桃小蕾 你们一起上山会遇到这种事吗 周桃周磊一起摇头 爷爷 兔兔很可爱呀 是啊 猪猪喜欢呢 要羊 嗯 可以吗 我会跟着娘来给兔兔挖野菜吃的 好 黎麦带着猪猪去找虫子 挖野菜去了 只不过一会儿功夫 你俩就回来了 周老爹几人抬眼看了过去 就看到黎麦满脸不可思议 手里又提了一只撞晕的兔子 这也是撞树上晕的 爹 你再把这只拴起来 我带着猪猪再去试试 周老爹没说话 周桃也有些吃惊了 周磊更是张大嘴巴忘记和尚 一双眼看看大嫂 又看看侄女 这也太吓人了吧 娘俩向另一边树林走了过去 一刻钟不到 娘俩再次回来 林满一手牵着猪猪 一手提着一只脖子 还在流血的野鸡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一只野鸡被我们惊了 它本来是逃跑的 十只撞在了一根干枯了的树叉上 直接被树叉穿了脖子 林满说完 看了猪猪一眼 她有点确定了 这孩子可能是只小禽礼呀 但为了验证 她这次没带猪猪去 自己一人进林子里转了一圈 一刻钟以后 她回来了 空手而归 周老爹周逃队睡一眼 默默地看了眼 此刻趴在篓子边上 看已经醒的兔子 开心叫的猪猪 莫非这孩子有些好运气在身 大嫂 可是以前我们也带着猪猪来过山上 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林满默地看着猪猪不说话 心中大概猜测了 因自己进门来 猪猪如今算是父母双全了 可能就好运气来了 又或者说 如今有爹有娘的猪猪 成了这个家的小经理 猪猪 走 跟娘再去抓兔兔去 等等 大嫂 我带猪猪去转一转 一刻钟以后 两个人回来了 虫子抓了不少 但没遇到兔子或野鸡什么的 林满就觉得真的有些玄幻了 他带上猪猪 再次出发了 时间不长 娘俩再次回来 猪猪抱着一只白色小兔子 林满抱着一只白色大兔子 这回更过分了 这兔娘俩看到我们俩 干脆就在原地低头吃草 也不跑了 我们去抱 直接就被我们抱起来了 现在呀 猪老爹知道了 应该是儿媳孙女一块出去 运气才会好 爹 要不明天我们去河边抓鱼去试试 大嫂 我们明日不是要去镇上吗 哦对 我忘记这茬了 那我们后日去河边捞鱼去 行啊 明日我在家做几个捞鱼网兜 猪猪背个小背篓 被周桃李麦牵着 蹦蹦跳跳地走着 谁知道走着走着 她突然就AU了一声 怎么了猪猪 什么东西割脚脚了 李麦赶忙蹲下身子 放下篓子查看一番 以为是石头呢 却不想 当猪猪一开脚之后 李麦看到的不是石子 而是一块银子 李麦不禁无语啊 周桃瞪大眼睛 这也行 后面的老爹和周磊跟上来 怎么了 朱朱被银子割到脚了 周老爹不可思议地看着一块银子 虽看着不大吧 好像应该不足一粮 可这也太吓人了好吧 周磊此刻是满脸的麻木 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看向大嫂眼神更加崇拜了 他就觉得大嫂是他们家福星啊 大嫂昨天才进门啊 今天全家运气这么好 大嫂还真是个妄夫妄家的福星啊 大福星 娘 我们晚上吃包子 我已经发上面了 大概半个时辰就能包了 您可以先处理那只野鸡 我回来了 你们出去还好吗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但是发生了一些好事 好事 你们捡到银子了 不错嘛 周全同志 你本事不大 梦想还挺大 还想着出门捡银子 我就是瞎说逗你的 说说看 你们遇到了什么好事啊 你还挺聪明 确实猜对了 我们还真的捡到银子了 虽然不多 但也是真的银子 小桃都上交给娘了 不信你晚上吃饭时可以问问 不会吧 我真的猜对了 嗯 不过 我们遇到的好事 不止这一件 鼻骂又笑咪咪的和他讲起 这一下午 他们所遇到的神奇事情 周全只觉不可思议 以前好像没听说 爹年他们去了山里时 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嗯 我们测试了 只有我和猪猪一起出去 才会容易捡到东西 所以我们决定后日去河边捞鱼 看看会不会捞到鱼 周全一双眸子正正的看向他 他知道了 是他 正因为黎麦进门以后 给这个家带来好运 也给猪猪带来好运气了 他真是个有福之人啊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 我也试过了 我一个人出去 什么也捡不到 但我带着猪猪出去 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嗯 我知道 以前你没回来时 猪猪出去也捡不到好东西的 所以 还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 你帮我喊一下爹和小蕾来 我也想去院子里 黎麦应了一声 出去喊老爹和周蕾了 爹 你看 小白兔 可爱不可爱 嗯 很可爱 那 这个大白兔给你也抱一会儿 周全一愣 下意识抱紧小兔子抬头看他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惊喜来 又低下头 用手轻轻撸撸兔子 唇角弯起 这兔子有些大呀 黎麦走进厨房 娘 咱村子里有养鸡卖鸡蛋的人家吗 没有养鸡的人家 只有大牛家是卖豆腐带养猪 还有周翔家是养羊的 村里也有好几户人家养羊的 人家谁家办事就会去他们家买羊或者买猪肉办喜事 咱村人们的生活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就那么几家 大多数人家为了办喜事时能赚一些喜钱都是先赦账的 或者喜事完了拿喜钱还 或者秋天收秋后拿粮食还 反正养牲口那些人家也需要玉米高粱的 哦 怎么没人家养鸡呀 鸡的话 基本上每家都自己养着两三只卤花鸡吃鸡蛋 养的鸡多了需要的玉米也多野菜也多 为了让鸡下鸡蛋 玉米高粱鸡米都得喂一点 不能只喂野菜 不然下出来的蛋软淡多 你想想 人有时候还不够吃呢 谁假舍得拿出粮食来喂鸡呀 养羊的好一些呀 可以每日赶着羊去野地里吃草 等黎麦将两锅包子蒸出来 池山已经快到虚实症了 正巧这个时候周琳也回来了 只不过身后还跟着黎东 哎 你怎么来了 老大 我是来看看你的新家的 这个周木匠说你是他大嫂 我就打算跟他来看看 那你跟你爹娘说了没啊 说了说了 行 那你跟着周琳去洗手吧 正好吃饭 好嘞 照须黎东坐下 还询问一番黎家村的状况 这小乡亲们都担心黎麦的情况 你回去可以告诉你们村里的人 黎麦来了我们家 那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 我们有啥 他就会有啥 嗯 我知道 沈子 我看得出来 你们对麦姐很好 在长辈面前 他还是喊不出老大那个有些重二的称呼 晚上跟我和弟弟一起去睡吧 好 只不过饭后 等大伙说了一会儿话 准备各自回房休息时 看到周琳周磊习惯性抬周全 往茅房去的时候 黎东满脸不敢置信 老大 你男人 是个摊子啊 嗯 摔的 两年了 不过不用担心 我来了 会治好他的 嗯 那倒是啊 老大你是会点医术的 不过 你不怕把人治得更贪了 你贪了 他也不可能更贪了 好好好 是我说说话了 晚上 黎东睡周林身旁 却怎么也睡不着觉 心里都是对老大的可惜呀 周林哥 你说 你大哥真的能好起来吗 肯定能的 我大哥是好人 老天爷不会对他那么残忍的 会的 跟我们说说大嫂以前的事吧 黎东想了想 说起黎麦小时候的事情 我从三岁记事起啊 就喜欢跟在黎麦身后跑了 那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小老大 他很厉害 不管走在哪里啊 手里都拎着一根棍子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拿这根棍子 直到有一日啊 大人们去田地里干活去了 老大带着我们在村子路边的野地里 给自家的猪崽子挖野菜 突然啊 不知道是谁家的狗跑了出来 还招来了另一条狗 两条狗互相咬着 咬着咬着啊 就朝着我们一群孩子这边扑来了 我们几个小的呀 都吓傻了 只知道娃娃哭 不知道要拿石头或者棍子打狗 就在这时 老大拎起他那根棍子 就冲上了那两条狗 使劲地打起狗来 最后呀 那两条狗都被打断一条腿 缺着逃跑的 也不知道呀 狗子之间是怎么互相传话的 反正 从那之后呀 村子里的狗子 一般都不敢出来乱晃 即便是一不小心碰到老大时 也会掉头跑 因为呀 他们怕狗腿再被老大打断 我记得 那时啊 老大才六岁 黎东说完笑起来 周琳周磊却笑不出来 两人都沉默着 爹 你看那个灰色的兔兔 吃得最快 听着猪猪的喊声 周全轻笑着 摁了一声 再给那只灰色大兔子 喂了一根 两只灰色大兔子 一只白色大兔子 和一只白色小兔子 四个兔子看起来像一家人似的 哟 周全啊 你家这是准备养兔子呀 周全看了潘氏一眼 点点头 却并未搭话 是周春媳妇啊 你有事吗 沈子 我就是听说你家老大也已经娶亲了 如今老二要开始给说媳妇了吗 我婆婆在我面前 可是全力给我推荐说 你家周琳是个好的 和我妹妹是最相配的 不瞒您说 沈子 我妹妹那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 一双眼睛水灵灵的 就连那镇子上的公子们看了都喜欢 相娶 可惜啊 我爹不让 说什么嫁得太远不好 还是想在咱们村给她找个婆家 我这不就帮着我妹妹相中了你家周琳了吗 不瞒您说 沈子 你家周琳 可是我在咱们村相中的唯一一个好小伙子 周琳的亲事啊 如今轮不到我说了 感谢你们家人看得起我们周琳 不过 算了 咱们没有那个缘分 沈子 上次你可是说等你家老大有了媳妇就会给老二说的 这怎么又变卦了 上次我只是说老大没娶 先不给老二说媳妇 周春媳妇 我可是没跟你定下只字片语啊 何况我们周琳现在忙得很 哪有时间说媳妇 即便是说媳妇 那也是他师父先给长眼了 我这大门不出的妇人眼界窄得很 怕是一个不小心给孩子说个不地道的媳妇回来呢 沈子 我这好心好意的跟你家来说亲事 你这态度不太好吧 走走走赶紧给我走 这周家村是没有媒婆还是再没人了 我要接受你给说的亲事 赶紧出去啊 再在我家堆的我就去找组长来了 三叔 你才是一家之主吧 你说说话呀 不好意思 我们家是我当家 周老爹自是没搭理盘事 一眼都没瞧过来 周全 你不管管你娘啊 你不怕因为你的腿影响了你弟弟的亲事吗 我这可是好心来跟你弟弟说亲事的 周全烦死这个女人了 可也知道 一旦搭了话 这女人一定会没完没了说下去的 他偷偷和猪猪对视了一眼 眨下眼睛 突然就蹭了一下 甩掉手里木须草 身体一个亮枪突然摔下椅子 倒在地上 小全 儿子 大哥 而猪猪明白爹爹什么意思 快速抄起一旁小锄头 举起来 边哭边朝潘氏就冲了过去 边哭还边喊呢 其实周全的本意很简单 想让猪猪知道自己有动作了 却不想猪猪给他这么大一惊喜呢 此刻掉地上的周全被猪猪这么一出吓呆了 坏女人 你扫门太大了 吓得爹爹睡了 坏女人 坏女人 猪猪一哭不要紧呢 还用上力气了 扯嗓门哭喊着 一下子把左离右舍给经过来了 猪猪 怎么了 哭啥 这个坏女人 来我家跟奶奶吵架 骂奶奶 还把爹爹吓得又摔了 这周春媳妇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人家都说了不说你家的亲事了 怎么还赖上人家没完没了的 就是 是你妹妹嫁不出去了咋的 还是没男人要你妹妹 不挨骂是不是难受的不行 赶紧走 站在这待着 小心要你家出医药费 奶奶 我爹爹摔得疼吗 你回屋看看你爹去 应该没大事 你爷爷和三叔进去了 鼻脉跟周桃坐村里牛车到镇上时啊 已经接近五十了 大嫂 我们先去哪里 先去买银针 然后去菜市场 看看有没有卖芦花鸡的 没有的话 我们就看看能不能买一些小鸡 好 鼻脉带周桃 先去自己认识那个药铺去 牛大夫医馆 医馆内 牛大夫正忙于坐枕 鼻脉一进来也没打扰他 去柜台旁先询问掌柜的 依付银针多少钱 哎 你不是那个常常来卖草药的小姑娘吗 刘掌柜 是我 不过这一次我不是来卖药草的 我是来买银针的 咱们这里有吗 这个东西还真没有 你得去银器铺 他家兴许会有 那好吧 走吧 小丫头 往日每次来 不都是想着法子跟我讨近乎学医术吗 闲事怎么都不打理我老人家了 当然想问 但是看到您这里有病人 这不是怕吓着您的病人吗 你是那么好心的人啊 每次来看你像个土霸王似的 没想到这次来倒是一本正经的 这还换了身新衣服 领着个漂亮姑娘 牛大夫边开药方一边逗趣她 嗨 这不是抽空成了个亲吗 以后就是人妻了 不能给我相公丢脸 这是我小姑子 漂亮吧 咻 这小霸王还有人敢娶啊 那是自然 牛大夫 你说 一个人从山坡滚落下去 哪里都没断 但就是腰部以下的双腿没知觉 大脚变也正常 只是站不起来 走不了路了 你说 这是什么原因啊 你家亲戚啊 相公也算亲戚吧 嗯 差不多 到底是谁啊 这亲戚哪有差不多的 我相公 我就说嘛 这种情况 肯定要把腰上骨头摔错位了呗 那扎针能好吗 不见得 需要找骨科大夫复位 再扎针 还得吃药 多久了 两年 哎呀 那有点久了呀 那天你把人带过来我看看 你老还会骨科啊 会一点 好嘞 但是我得先问问医药费贵不贵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钱 我可以不收你们的钱 但是啊 你得帮我寻找一种草药 越多越好 找到了 可以拿那种草药 递你相公的诊费和药钱 什么药草 精顶开紫花 花谢结果 开花时是紫色花 五瓣花 最高能长到半尺左右 花期大概在三四月 五六月开始结果 一棵药草上好几根茎找上去 还对 紫花地丁啊 昨日我还在山上来着 但好像没看到 紫地丁你这药铺里没有吗 虽然紫地丁全草都可入药 我这里也有 但那是甘草 我想要那个紫花的鲜花 你要是能帮我弄来 我想你保证 一定尽全力救治你相公 三四月可以 但现在都六月中旬了 老牛 如果你能找到 也许有幼竹正在开花 咱们要的 就是那颗奇迹 那好吧 你别抱太大希望 你不是想要银针吗 我有多余的一包 可以送给你 你相公 你们也可以早点送来我看看 药草你也可以慢慢找 扔给我 要不要啊 不要收起来了啊 要啊 那我就谢谢你了 老牛 大嫂 你好厉害啊 和这么严肃的老大夫 都敢开玩笑 你还喊他老牛 这老爷子人挺好的 以前教过我一些医术 我会把麦还是他教的呢 大嫂 你好厉害 走吧 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李麦拉着周桃 往卖吃的那条街走了过去 路上 路过一家卖饰品的铺子 李麦拉周桃进去 给朱朱买了一对红绸做的发带 花去十文钱 这个不咬你喜欢吗 大嫂送你 不要不要 大嫂这个很贵的 我们赶紧走吧 周桃看到这些饰品都很好看 就多看两眼 却想不到被大嫂看到了 好 掌柜的 那个兰花不咬多少钱 二两银子 哦 这么便宜 掌柜的 你家首饰都挺好看的 不会是这镇上首饰做的最好的一家铺子吧 大嫂 太贵了 咱们走吧 是啊 你这姑娘眼神倒是不错 这样吧 既然你这么有眼光啊 那个不咬你们要是喜欢 给你们少一百文 你们可以买个别的东西去 不用不用 就二两 掌柜的做生意也不容易 只是 掌柜的 我也有个生意 你看 要不要和我做 听到这话 店里看东西的夫人小姐们好奇看了黎麦一眼 见黎麦是个小姑娘 都嘀嘀的偷声吃笑着 这小姑娘 是想从掌柜这边骗走这只兰花不摇吗 呼呼 姑娘说说看 什么生意啊 有纸笔吗 小丁 笔墨测号 很快黎麦画好了 是两件东西 一个是拆 一件是不摇 哦 这上面是什么造型啊 像花 但又看不出是什么花 这套首饰的名字叫做花火 这些镶嵌玉石的地方用红色的玉石 如果能找到红色琉璃石打磨的来镶嵌 会更好看 做出来的整个造型 看上去像是一束火焰中生出一朵火之花 花火的寓意是热烈的爱情 和对红红火火的生活的向往 所以这一套也可以叫做热烈之花 这是我爱神系列里的其中一套 所以姑娘是想把这手稿卖给我们吗 不是卖 是换 这幅图两件首饰设计图 换刚才那件兰花不摇的两件套 姑娘这算盘打尽了吧 我们这首饰可是真金真银的 被师父们没日没夜的做出来的 你这随便花两笔 就想换走我四两银子的东西啊 既然掌柜的觉得吃亏了 那就算了 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醒 我这爱神系列的首饰 可是一共有十八个款式 这只是一个款式 而且我可以肯定 就我这爱神系列的首饰做出来 那绝对是这天下间独一份的 其他处没有 京城都没有 做成整套 卖到五十两至一百两不成问题 不过 看样子掌柜的是心里没数 做不出来吧 不说别人 就在场的这些夫人小姐们 我就敢打包票 只要你们能做出来 肯定有人想买 而且我这花火的主色调是红色 这样一款首饰是最适合成亲时候戴的 爱神之花火 也有祝福新婚幸福爱情甜蜜的意思 成亲时能戴着这样一套头面 为祝福婚姻的幸福 诗问 哪个即将成亲的女子不想要啊 你们还想看一眼 一脉将图展开 又给他们看了一眼 到时候 这些位置上面镶嵌着的 都是闪闪发光的红色宝石 这套首饰带上 会十分的贵气的 而且有需要的 还可以找店家 与我定制其他配套的东西 比如耳垂 抹额 项链 簪子等 我都可以帮着设计出 一个系列的首饰来 而且 我这图纸 是今日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画出来的 如果改日被我发现 谁背着我自己去做了 我们的爱情系列的首饰出来 我是可以上门讨要版权费的 姑娘 你不卖给崔掌柜了吗 那你要卖给谁家 我想定制一套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们觉得 这镇上谁家的首饰师傅 手艺不错 能做出这套花火来 我觉得 许记首饰铺不错 我觉得红装格也不错 陆继 陆继家的首饰师傅手艺 是镇上最好的 姑娘 既然是在我这店里 不如 还是先跟我谈谈再说 余夫人来了 刚才这位掌柜的 已经拒绝了我 想来 我与柜店 可能没有金钱往来的缘分 有没有缘分 不是看嘴上说了算的 那看什么 看我舍不舍得 为你花钱 翠哥 那首饰图稿 你看了 确实不错 确实是稀罕款式 挺不错 但这姑娘要的太多了 一张口就是要换银蓝那两件 这两件啊 至少也值四两银子 这样吧 姑娘 那套兰花 我送你了 至于你这套首饰的图稿 我们可以坐下来 商量一个价钱 你觉得 我这成衣够吗 可以 而且我刚才与崔掌柜也说了 我这个爱神系列可是一共有十八款 如果你价钱合适 我后续的图画出来 还可以卖给你 姑娘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翠哥 去把兰花包起来 给这位姑娘 夫人说吧 去哪里谈 后院吧 我正在后面合照 听到小二的禀报才过来的 姑娘贵姓 免贵姓黎 图纸夫人可以先过目 算作夫人送两件首饰的谢礼 确实不错 黎姑娘真的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这样吧 这个花火再帮我画六件 我凑个八件头面 我一共给你十两银子 你帮我把其他六件画下来 不知夫人还要什么 耳饰 项链 顶赞 花垫 围柄和纸饰 于夫人 不说别的 就只围柄 就不是随便弄个东西就能好看的 尤其是花火这个主题 况且你要的这几样 造型各不相同 我若想要画出来 没有三天画不出来 十两银子 要八件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就跟崔掌柜说过 这一套首饰出来 你们只两件 卖到二三十两都不成问题 如果做成成亲八件套 一套卖到五十两以上都不成问题 我想 你开铺子 不可能只卖一套就不卖了吧 想想你们卖的长久所得的利润 这样吧 看在你送我的这两件兰花上 这一次给你算个半价 十五两 当你这个爱神系列卖得好 你觉得不错 可以再来找我买爱神的第二个款式 那时就是三十两八件套 东西你可以随便说 我再帮你设计 成的话 这张图纸就交给你 其他的 我三日后送来 钱 你也可以三日后给我 买下了 定下八件套 黎姑娘后续会把其他六件的图送来 各位夫人小姐有喜欢的可以先跟崔掌柜预定了 可以单定 也可以整套定 价格 我一会告诉你们 一个月内我们金玉格一定给你们做出来 我定 我也定 这个送你 算是我们初次见面的见面礼 你这个小朋友 本夫人娇了 黎曼伸手摸了一下 也没矫情还回去 大方说一声谢谢 待周桃就离开了 大 大嫂 嗯 是不是被吓到了 其实 以前我也没怎么画过 但是 只要胆子够大 没准就能有不一样的结果 起初我只是想给你买那个布瑶 跟掌柜的讲一讲价钱 但是 我发现掌柜的人挺不错 还似乎期待我能说出个什么声音来 那我就不能只讲个价让她失望了 当时 也是灵机一动 啊 大嫂 你是临时想起的 那你说的十八个款式也是唬人的 不然呢 你以为你大嫂以前整日上山打猪草 哪里有时间画画去 大嫂 那你答应她画别的六件怎么办啊 没事 我们找个纸张铺子 去买纸笔去 回家我就努力画 争取不会被那余夫人 把你的首饰要回去 好 走 周桃点头 喜滋滋跟大嫂去买纸笔了 最后 李迈买了五张白棉纸 买了十张白麻纸 都让掌柜帮忙 才成了八开大小的纸张 看了看这里的书 他又买了一本启蒙用的签字文 打算先让周全教教猪猪十字 还有一本绝尘游记 打算给周全无聊的时候看一看 之后 李迈又带周桃去买了小凯毛笔 买了一个便宜的燕台和墨条 走吧 这回我们去吃饭 吃完去菜市场看看 李迈开箱接到两旁 想找个适合他们俩吃饭的地方 这位姑娘 在下是否可以接到一叙 抱歉 我们不认识你 姑娘不认识在下 在下确实认识姑娘的 在下是陆级首饰行的少东家 陆谦 姑娘姓黎吧 不知道姑娘愿意跟在下谈一笔生意吗 看来 余夫人身边有你的人啊 嗯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想跟我谈生意 将拿出陆级的诚意来 也许你可以等几个月 多了解我一些 再来跟我说谈生意的事情 告辞 陆公子 大嫂 那个陆公子 他想和你谈什么生意 你知道吗 周桃吃饱了 脑子也开始思考起来 他实在想不出来 这位陆公子 想跟大嫂谈什么生意呢 你想想 大嫂以前也不认识她 她却知道大嫂姓黎 你记不记得 大嫂跟谁说过我姓黎 大嫂只跟余夫人说过你姓黎 对啊 你再想想 这陆公子说她是做什么的来着 陆级首饰行的少东家 哦 她也想让大嫂帮着他们画首饰的样子 对 我们小桃很聪明 那你再想想 大嫂能去跟她做这个生意吗 我觉得能的吧 大嫂一刻钟就画了一张图 就能赚十五两银子 如果跟她也做生意了 不是也能赚十五两吗 哦 不对 是三十两 大嫂给余夫人算了半价 不 这个生意 大嫂暂时不能跟她做 至少在余夫人赚到钱之前 大嫂不能跟陆级做这个生意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商人必须重诺 一诺值钱金 知道吗 大嫂前脚与余夫人达成了合作 我们这一笔生意 大嫂还欠着她图稿 这个时候 大嫂工人和这陆级公子 找了个地方去谈生意 你觉得余夫人会不会知道 她知道了会怎么想 或者说 你要是余夫人 你知道了 心里会怎么想 眼看时正快到生时了 黎麦赶紧带周桃往菜场赶了过去 想看看有没有卖芦花鸡或者小鸡的 看俩姑娘进来东张西望的 有几个站在皮毛摊子旁边的男人 就向着两个人走了过来 黎麦发现以后 拉上小桃 转身快速往外走过去 哎 别走啊 听到后面几人竟还追过来 黎麦拉过小桃快速跑起来 这俩娘们属狐狸的吗 跑这么快啊 阿主 不就是俩姑娘们追不上就算了 你们懂个屁啊 你俩娘们长得不错 弄晕了去雍州城能卖不少银子呢 可惜贼精贼精的 竟然跑了 要不要追出去啊 算了 外面不是我们的地间 如果我们在外面闹事 被那些人知道 我们也不得好呀 你们俩怎么了 怕迟了跑着来的 黎麦摇里摇头 把他们方才去菜市场的事情 和他说了一下 幸亏你们俩跑得快 那个地方啊 卖菜只是早上卖 五十就都收了 下午 那里就是一些 外地走货人摆摊的地方 也有几家卖肉的在那里 听说啊 那些外地走货廊 有江湖人也得很 一般的姑娘 哪敢在下午去那里啊 这幸好你们跑得快 本来你们也没说 要去菜市场的事 叔也就忘记嘱咐你们这个事了 五叔 那你知道镇上哪里有卖 芦花鸡或者小鸡的吗 知道啊 你们要买啊 家里就一只下蛋鸡了 想再买两只 得用鸡蛋给周全和猪猪补身子 那行 等人来齐了 我们一会儿过去买 你们这是买了个书箱子 想让我们老三去读书 小蕾啊 那孩子呀 确实是该去读书的 很聪明 脑子很活桃 是的呢 很快 另外两个人也来了 七个人便将牛车坐马了 周五平带几人往东边去 停在一家人家大门前 有周五平带着 对方很痛快 卖给迪卖三只大的芦花鸡 价钱贵一点 一百五十文一只 因为回去就可以下蛋了 此外 李麦又买了十只小鸡仔 每只按十五文算的 车上人是满的 周五平帮忙 将两个篓子 绑在外面车缘上 他走在路上赶着车 其他人则在轿子里坐着 小麦 你当时不怕吗 娘 哪能不怕呢 但是想到咱家的情况 我就不怕了 何况当时还有小桃 在我身边给我壮胆 成期那日 当我知道 我们吃的鸡肉 是猪猪说的芦花时 我很难过 当昨日早晨做早饭时 看到咱家米缸都快空了时 我心里更难过 我就想着 还是要把咱家的日子过好一些 多赚一些钱 当时 也真的是想着 给小桃买那个不摇 跟掌柜去讲价的 却在讲价的话说出口的前一刻 突然灵光一闪 就有了那个想法 爹 娘 我真的要去读书 既然你大嫂也觉得你是个读书的料 就去读书吧 或许我们在小门小户里 也能出个秀才公子呢 去读书 等收完秋就去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娘给你做两件青衫 去读吧 今年剩下的这半年 先在村里的书堂里 跟着村里的孩子们 把启蒙的那些忘记的再熟悉一下 明年 往镇上送你 可是 大嫂 以后我去读书了 谁来帮大哥呀 他的椅子需要两个人抬的 放心 没准等你去镇上读书时 你大哥已经好了呢 周磊下意识看看大哥的腿 能这么快好起来吗 我今天买到银针了 而且 我已经与认识的牛大夫说好了 三日后 我们带着周全去镇上他的医馆里 他帮着周全看看 小麦 你还认识镇上的大夫 认识 我们以前挖到的草药 大多就是卖给他家了 牛大夫那个人挺好的 我会诊卖 也是他教的 这样说来 这牛大夫真是一个 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啊 那我们三日后 就带着小全去看看吧 行 那我明日去跟旺财说一下 我们到时候 借一下他家的牛车 听说旺财家这几日 要去月家参加侄子的婚礼呢 怕是不行 爹娘 别跟邻居们借了 明早五平叔 来取卖鸡家的篓子时 跟他说一声 大后日我们包一天他的车 送周全去看病 回来时我们顺便买粮 就说 我出一百文 包一天他家的牛车 好 今日你辛苦了 明日多睡会儿 娘和你爹去跟五平说 免得你爹嘴笨说不清楚 还有 这钱不用你出 娘来出 小桃 和你嫂子去洗手 咱们准备吃饭了 娘熬的红豆粥 蒸的糖包子 你也是非得把你妹妹嫁给周琳不成吗 是啊 这附近的村子 我觉得就数咱们村子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加上周琳有手艺 以后秀秀跟着他 肯定能过个好日子 可惜有周全那个摊子大哥拖后腿 要是没有周全 这亲事就更好了 还是一手不规矩的 才自家男人身上摸来摸去的 乖点 小嫂货 一会儿睡下 爷让你摸个够 相公 你说这事你不帮帮我吗 秀秀也算是你半个妹妹吧 以后秀秀嫁来我们村 我们姐妹不也能常见面吗 这夫妻二人配得很 主打的就是一个日常互相撩骚 这关起门来 那更是百无禁忌的 我觉得吧 周琳那小子不行 咱秀秀嫁给他 不见他能好 为何 因为我听人说呀 周琳不行 啊 真的假的 都是听说的嘛 我又没试过 哪里知道啊 如果你想经常和你妹妹见面 嘿嘿 还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把你妹妹接来咱们家就是啊 那样你岂不是可以常常见到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起来 这样村子里的小伙子见到我妹妹的好容貌 也许就更好说亲事了呢 或者 也可以让妹妹亲自试试 周琳是行是不行呢 万一行呢 你今日没去做工啊 没有 我跟师父请假了 等着师爷来了接待他 陪着他和大嫂谈事情 我也想听听那个轮椅怎么做 你对机关巧智感兴趣 嗯 我觉得师爷做出来那些会动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哦 那就好好学 看看能不能直接跟你师爷选 那你见到你大嫂 悄悄跟他说一下 看他和你师爷谈事情时 能不能跟对方说 让你跟着做这个轮椅 还可以吗 大哥 我能跟大嫂提 嗯 能 大哥 你渴不渴 我给你泡茶去 咱家没茶了 不用泡 啊对了 你大嫂走时留下一片叶子 说来了客人 让娘用那个叶子 当茶叶泡茶招待客人 小蕾 小桃 小麦 爹还有事 咱们就捞这几条鱼吧 够招待小林的师父了 是 爹 是 爹 那些村民站水桶边上 看着那些鱼 十分的眼馋 老三啊 听说你家买了小鸡仔 需要玉米吧 我家还有几袋的 要不要 拿你家这鱼换一点啊 有几条啊 六条 你们家吃不完吧 周老爹看向黎麦 黎麦笑了笑 我家留两条 大家谁想吃鱼 可以回去拿着玉米 去我家换 十斤玉米换一条大鱼 先到先得 周全媳妇 这十斤换一条鱼 太贵了吧 十斤玉米你去镇上卖多少钱 超不出三十文吧 这么一条大鱼至少有二斤以上 我们去了镇子上 至少能卖到四五十文 走吧爹 我们先回去 估计这会儿小林的师爷也该来了 行 周老爹提起木桶盖好了盖子 提着招呼几人准备回家去了 行吧 十斤就十斤 我现在就回家去去 其他几人听了以后 有想要的也跑回家去了 有那些不打算换的 便跟在几人身旁 询问周老爹捞鱼有何秘诀 可能是运气好吧 前段时间我们还想来捞几条 给周全炖汤补补身子呢 结果啊 连条小鱼都捞不到 其他人深有同感 纷纷点头应和周老爹 还别说 周三哥 你家自从娶了这个媳妇啊 真的是成了村里的轰人了 这几天啊 人们都一轮你家呢 小全运气好 这个媳妇确实是个好的 小麦 咋样 有捞到鱼吗 院子里怎么闹哄哄的 小林的事业来了 捞了六条大鱼 还有一些小鱼儿 我们家留两条大鱼 其他四条 我们答应了去看捞鱼的村民们 十斤玉米换一条 这会儿人们在跟爹换玉米呢 我们能用玉米喂小鸡 也能加成玉米面吃 李麦说完就背过身去 脱下外面那个旧裙子 换上婆婆给做的新裙子 哎呀 还别说 捞鱼也挺累的 你和猪猪呀 真的是咱家的好福气 以前我们也去捞过 但根本捞不到大鱼 最多呀 就是几条手指长的小鱼 对了 趁着客人还没来 一会儿你趴下 我再给你扎着针 好 小鸣啊 图纸在哪儿呢 赶紧拿过来呀 周鸣应了一声 出门找大嫂拿图纸去了 牛小子 这茶比你家的好喝 你能喝出来 是什么茶吗 师傅 我家那就是我媳妇 自己晒的药草泡的茶 肯定不一样啊 他以为周家这个茶叶啊 是为娶媳妇 特意上镇上买的茶叶呢 话说三哥 你家这个茶很名贵吧 确实味道很奇特 这暑热的天气喝进去 喉咙上都有一种清凉甘甜之夜 也不是名贵的茶 是女儿和儿媳 在山上打猪草时看到的 儿媳妇说是药草 可以清热拜火还生金 就摘了一点回来 自家泡水喝 原来是野生斋来的呀 倒是好东西 不知是何种药草 可否拿来看看呀 一会儿问问我儿媳吧 踩回来后啊 是他放着了 我也没管 这也是您老人家说好 我才觉得确实好 原本并不觉得 师爷 我大嫂正在给大哥扎针 马上就会过来 哦 好 这叫轮椅 倒是像我见过的一张图 这东西啊 那上面叫素鱼 也有叫四轮车的 但我见到的那个是四个轮子的 这个倒是简单很多 叫轮椅 也很贴切 先生说的不错 这个轮椅的道理和素鱼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方便行动不便之人的 嗯 这个东西 我以前确实见过图 也没有具体的制作图 我就没动那个脑子 来 小丫头 你过来 你可否给我讲讲 这里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个椅子平稳 而不会让坐上去的人摔倒啊 李迈听闻靠近了一些 细致跟他说了起来 期间呢 还用地上一把椅子 说一下大概的意思 听闻先生擅长机关巧智 不知道我在这上面也想加些机关 使得坐在上面之人 即便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 也能自己控制轮椅前行 等到需要勾到高处的东西时 也能自己控制轮椅 把椅子升高一些 不知道先生可能做到 当然 在达到这两个要求时 还得保持轮椅的稳定性 不能把上面坐着的人摔了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那我这单生意 先生确定是要接了吗 好 接 我要求的时间是 一个月之内要交货 价格是五十两 五十两 媳妇这太大手笔了吧 现在家里怕是拿不出五十两吧 只要老爷子能做出来 我要求的那两个功能 这个价钱 我给 同时 我也有个要求 你说 我家二弟也很喜欢机关乔治 这一次给我相公坐这个轮椅 就让他跟着先生一起坐吧 同时 您如果做工时遇到任何疑难处 可以让二弟随时来问我 我在补图帮您解答 小丫头 你这是想让我老人家 给你家培养人才啊 先生别这么说嘛 我觉得您一个人也肯定是完不成的 需要帮手 我二弟跟着您 我也能及时了解进度 你们遇到难处 我也能及时帮一把 另外 等轮椅制成时 我那张图的版权 我送给先生 你想 这样的精士之作 等您做成 怕是这世间的独一份吧 等他日 慕名来寻您 坐这个轮椅的人 多了起来时 那价格更是会水涨船高 到时候 您必会感谢我们周家 和我黎麦的 师父 要我说 周全媳妇都说了 这图纸送您了 我觉得 您即便是不赚这个手工钱 也可以收了周灵 在身边帮您 我这徒儿 可比我聪明得多 嗯 牛小子 既然你也说 小林子在机关术方面有天赋 那师父就跟你把他要过来 做你的师弟吧 亲自叫他机关术 啊 不要啊 师父 他是您的徒孙 你也可以教他的 不 你教不了他机关术 那就让他拜我为师 我来教他 怎么 你有意见 没意见 能跟着师父学 是他的福气 小林 赶紧过来拜见师父 就这样 周林在一脸迷茫之中 拜了新师父 而之前的师父成了师兄了 小丫头 你这泡茶的药草 什么样的 可否给我看看呀 我回去也采摘些 这东西当茶喝呀 还挺好 好像还剩几片叶子 我给您取来看看 怎么样 老爷子愿意做吗 嗯 硬下了 我可是出了高价钱的 他又喜欢机关术 肯定会借的 你出价多少 要是太贵了 就不如不做 放心 我会赚到钱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现在你最担心的是 你的身体恢复情况 我教你的俯卧城 必须每天做 而且每天比前一天 多加五个 好 那小临 她愿意带着吗 愿意的 不止愿意 还直接收了小临为徒 现在小临成了 来牛叔的师弟了 刚才来牛叔那脸上的表情 简直精彩极了 好了 我还得过去 老爷子还挺喜欢喝这个 药草叶子泡的茶 我就送他两片叶子吧 林迈笑咪咪冲周小 挥了挥手出去了 猪猪 你奶奶和爷爷 今日下午吵架了吗 娘看到他们晚上 好像都不太开心的样子 不是 是奶奶下午 穿门子回来后 就不开心了 和爷爷偷偷在屋里说话 猪猪听到了 哦 他们说什么 说村里人传 二叔不行 猪猪摇了摇头 他不明白 不行是什么意思 这绝不像是骂人的话 黎麦嘴角抽了抽 周林媳妇都没娶呢 这行和不行的 岂不是外人一句话 就可以胡扯了 等一下 黎麦眯起眼睛 突然就猜到 这股流言从哪传出来的 也猜到是谁放出去的 应该就是周春 那个媳妇潘氏吧 他昨儿上午 在自家受了气 就编排这么个流言 来给周林泼脏水吗 还真不是个好东西 猪猪 你知道那个坏女人家住哪里吗 坏女人 猪猪似乎没想到坏女人是谁 昨天把你吓哭的那个 谁欺负我们猪猪 谁就是坏女人 知道 娘 我们也要去欺负坏女人吗 不是 我们就是路过一下 娘得知道她住哪里 以后绕开走 在孩子面前 不能做坏的表率 所以黎迈并不打算 在猪猪面前做坏事 但使点小伎俩 教训教训背后 欺负自家人的人 他还是能做的 晚上 待周全睡着以后 黎迈悄悄起身 从桌上拿起一张纸 出了院子里 干嘛呀 还不知足啊 爷 都快被你榨干了 周春本是背对她的 这时一边说着话 一边转过身来 她眼神也瞬间捕捉到了 窗户外面 飞来飞去的两个人影 顿时 周春吓得嘀嘀啊了一声 你啊什么呀 出去看看 谁在我们家院子里 飞来飞去啊 潘氏吓得悄悄往后挪 想躲进她的怀中 结果怎么也挨不到人 一扭头 就发现周春裹着被子 躲进躺柜边上 抖成筛子 你做什么亏心事了 怕成这样 潘氏赶紧一裹被子 也麻利的几个翻滚 到了后墙边 挨着周春坐着 惊恐地看向窗外 飞来飞去的武林高手 吓得是脸色惨白啊 周春在外面 确实是胡作非为过几次 可这时候不能承认呢 胡扯什么 我在外面规矩着呢 再说 谁知道我住在这里啊 是不是你在村里 又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 一个人就请来武林高手 行伺我们啊 潘氏一听 顿时心虚了 他这个月共偷看了周二愣四次 有意和那个周菊偶遇五次 当然了 眼神纠缠几次是少不了的 哦对了 好像还假意摔倒了 被那个周恒扶住过一次 顺便摸一下对方的胸肌和腹肌 还被周怨扶了一次 不过那小子不是好东西 顺手捏自己胸部两把 就是吧 人长得不错 可笑开以后啊 有口臭 还一嘴黄牙 差点没熏死磐石 可上面这几个还没娶媳妇呢 应该不会有他们老婆买武林高手 收拾自己这样的事情发生吧 至于其他的 他没什么印象呢 哦对了 他突然就想起来 他近来得罪最大的人是谁了 相公 你说 会不会是周琳家 买了武林中人来报复我们 毕竟我们上午才把周琳 不行的事情传出去 据说周琳娘下午就听到了 当时被气的那个脸色 十分精彩呢 我发誓 如果我能活过今晚 明日我一定出去为周琳正名声 苍天哪 求求你饶过我这一回吧 一日清晨 外面下着小雨 大嫂 您让你去画你的画就好 这几日家里什么活剑都不用你做 都逃说着 叫你卖推了出来 你看看这几个词 哪个看着更有诗意 更会让人浮想连篇 这是都与中秋有关的吗 嗯 我在想下一个款式的主题 只要推出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后 就要与中秋节有关 会最吸引人 周琳认真的看了一会儿 月神就是嫦娥吧 玉兔不是她的宠兽吗 啊 我想到了 感谢哥们 说完就低头认真画起来 周琳却愣住了 哥们 小麦喊自己哥们吗 为什么呀 因为他像他兄弟吗 就这样 周琳在心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黎麦却低头认真地画起来 一个时辰以后 一只漂亮的布瑶出现在纸上 看看 好看吗 嗯 好看 这个月神离远看呀 还有点像一个弯月 嗯 近看是月神 远看是弯月 侧面看 是两只小兔子在蹦的 等墨水晾干了 收拾好所有的画稿 又去往大屋 跟周琳进来那个书箱子 把画稿整整齐齐放进去 紧接着 便给周全准备起 明天出门穿的衣服 今晚你再泡个澡吧 我让二弟和三弟来帮你 嗯 行 晚上 周琳跟周磊陪周全洗澡 黎麦干脆去了大屋 陪周桃和猪猪两个聊天打混去了 对了 嫂子 你回来也好几日了 还没见过大姐吧 如果我们有时间 回来时可以拐个弯 去徐家村看看大姐 好啊 大姐家人对大姐怎么样 她婆婆像咱娘这么好相处吗 嗯 和娘的性子差不多 大大咧咧的 但是人很吃苦 以前她家也很穷的 尤其去大姐那会儿 姐夫是她家的老三 娶了大姐后 她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她婆婆就坚信 大姐是有福气的 把福气带给了他们家 因此对大姐比对另外两个媳妇还好一些 就是吧 另外两个媳妇有些牙尖嘴利 嘴上爱占便宜了一些 但人不坏 大姐跟他们对付着相处了三年后 也摸清楚他们的脾气了 该顺着他们就顺着 该和他们争辩就争辩 他们倒是也不敢欺负大姐 重要的是 一旦让姐夫知道 他们有欺负大姐 姐夫就会找她的两个哥哥喝酒 两个哥哥一喝醉酒 就喜欢打媳妇 你们也不用特意去 如今你大姐和两家嫂嫂家 还是一起过日子呢 你们去了 人家说不定又以为你们上门是去借钱的 如果在镇上 有时间的话 就给南南和东东 买点孩子们爱吃的东西 送到你大姐夫的摊子上 尽量别去家里了 娘放心 我们不去 听你的 如果离得不远 我们就给两个孩子买点东西 送到大姐夫那边 大嫂 我没有给你打好了水 你回去洗吧 一会儿我们过去帮你倒水 谢谢 不用你们倒 你们也洗吧 早点休息 我自己能倒 黎麦赶紧摆手 回去洗澡去了 不错呀 有眼力见 以后 在你大嫂跟前勤快点 你大嫂是个识人情事故的 知道了 娘 这几日学的咋样 你新师傅真给你教东西吗 教的 娘 放心吧 我师傅比师兄懂得多 他教的 我做几遍就会了 他说我比师兄当初有灵性 对了 小林 昨日那周春媳妇不知道抽什么风 下雨间 还不忘一家家的跑着 跟人家说之前村子里传你不行的话 是他那日在咱家受了点气 故意那么说 换你名声的 我是今日下午碰到你旺财婶子 才笑着跟我说的 说今日满村人都在说磐石 是不是被周春收拾了一顿 才出来村子里给你证名声的 要我看 那两个人就是王八看绿豆 一样样的颜色 二哥 人家不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吗 怎么到你这儿 成一样的颜色了 小姑娘家的少知道点吧 反正你要记住 那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看大哥什么时候给过他们笑脸 以前大哥和周春一起做工时 大哥就和他关系很寡淡 但你看大哥和周曲几个人 关系不是一直挺好 周黎说叫妹妹几句 拉上周磊回屋睡觉去了 小麦 你是睡着了 还是晕过去了 抱歉 我洗得太舒服 竟然睡着了 那就好 那你赶紧出来吧 可能是这两日用脑过度 有些累了吧 黎麦笑了笑 起来穿上中衣上了炕 周全 你是不是睡不着了 那你帮我擦头发吧 我还有些困 结果递得不禁 轻轻为他擦起头发来 鼻脉静静地垂头睡着了 感受到怀中的小妻子 靠着自己 我们会深情拥抱 我们会一直到老 只要能够爱着你就好 如果这就是爱情我都知道 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到 慢慢地看着你 就往爬上眼角 我都不觉得无聊 起床了 周全 周全睁开眼睛时 目光还是迷茫的 早啊 相公 那个小麦 昨晚你睡着了 我抱不动你 又不敢再叫醒你 所以就 我知道 是我的问题 我实在是太困了 抱歉 抢了你一半的枕头 这是抢了一半枕头的问题吗 大李一脉似乎没给自己一巴掌 周全内心是偷着开心的 那个 你能放开我的腰了吗 我们该起床了 他赶紧快速收回手 弟弟说了声对不起 这就是你相公 是啊 长得不错吧 肤浅 你给他调理气血了 算是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气血太虚了 活不过一年的征兆 你们成亲几日了 七八天了吧 八日的时间 你能把他的气血 能调成和正常人一样的样子 你用了什么药草 就是那些从山间踩的 活血行气 不邪不弃的药草 牛大夫 您要不要检查一下他的腰和腿啊 你相公的骨头没问题 应该不是骨头的问题 还是气血和经脉的问题 今日开始扎针吧 一会儿我给他扎 你认真学 以后不想每天折腾着来这里扎针 就要你自己给扎了 牛大夫 你爱吃什么肉 干什么 我会做饭啊 下次我家炖肉时 给你带来一些尝尝我的手艺 红烧肉喜不喜欢 你放心吧 没有肉我也会好好教你 给你夫君扎针的 黎麦笑眯眯道 我听说拜师要送肉嘛 怎么样 红烧肉 要不要一句话 要 这老头挺可爱的 他这个师父值得拜 黎姑娘 你来了 东家可是等了你一上午啊 抱歉 上午先带着我夫君看病去了 带我去见夫人吧 来了 我看看图纸 黎麦从箱子里拿出两张纸递了过去 两张图纸 八件首饰 很完美 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看 关于图纸 夫人还有什么疑问要问吗 没有 你画得很好 很清晰 娘 我们就要回家了吗 嗯 回家吧 哦对了 我们先去给南南和东东去买些礼物 路过看看大姐夫在不在 好 住手 你是哪里来的老不死啊 怎么 想管爷爷们的闲事吗 三老头 你信不信你再多说一个字 这个奸商的肋骨就会断三根 老大 少喝那么废话 给嫂子报仇 弄死这个臭小子 你们这些人 大白日的 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们这样欺负小生意人 会做大牢的 哎 爹 你一边歇着 这些渣渣 我来收拾 一竹竿扫了过去 就把三个泼皮直接荡飞了 你们这么狂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呢 就这 姐夫 心点一下 被砸坏多少东西 都算他们的 报个价 你是哪里来的婆父 跟这个奸商什么关系 你确定要管我们天地蒙的闲事 李迈听完之后 手腕翻转着 一根竹竿在他手里 被玩成了风火轮 传的声音都是带风的 呼呼的 他不说话 但这一招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你 你想怎么样啊 很简单 赔钱 道歉 发誓以后再不敢来找人家麻烦 否则 我一定会去缴了你们的老巢 我们打砸坏的东西可以赔钱 但是这个人 他是个奸商 多收了我媳妇的钱 还死不承认 我徐顺在这个位置 卖了十年的主编品了 从来没有赚过一文钱的魅良心钱 你们这话从何说起 而且你们一来就砸了我的东西 都没说算错钱的事 我媳妇买了两个篮子 两个竹盘 你算了一百五十文 你不是卖给他们算错钱 是什么呀 他们买了两个竹篮 两个竹盘不假 但他们还买了三个薄鸡 加起来一共整一百五十文 这没错的 你们把薄鸡送给了谁啊 藏 藏在他家了 堂主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这是嫂子的主意 他说我们把薄鸡藏起来 叫你们来 可以讹诈这个人一笔钱 当家的 我就是 姐夫 砸坏的东西一共多少钱 踩坏两个竹框七十文 三个竹篮六十文 五个小婆罗七十五文 两个波及六十文 还有一张竹帘 二百文 一共四百六十五文 听到了吗 过来把这些弄坏的你们拿走 赔了钱赶紧走人 你们这一闹 以后生意还不定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姐夫 你说 要然他们赔多少合适 那个就算了 把损坏我们的四百六十五文赔了就行了 他可不敢多要这帮户户们的钱呢 以免日后麻烦 既然他都这样说了 还不赶紧行动 赶紧乖乖的扔地上一块碎银子 几人过去抱起那些被徐顺归整出的东西 拔头就跑了 站住 你们银子给多了 等看不到几人身影了 李迈转身 就见在场所有的人一副震惊的表情看向他 李迈这才想起来 这帮人是自己才嫁进来八天的婆家人呢 好了 没事了 其实我 平时我不会这么凶的 主要是那几个人太坏了 想要震慑猪坏人 就得比他们还狠才能吓走他们 大嫂 你好厉害 你一点也不行 娘 你九小女侠 好厉害 大嫂 那个竹竿转得真好看 李迈听三个孩子夸赞自己 不好意思笑了笑 又看向马车那边露出了脑袋 静静看向这边的周全 尴尬冲他笑了笑 娘 你真厉害 不只会给爹爹治病 还会给小鸡治病 如果猪猪想 以后也可以学医术 可以给家人和喜欢的人治病 好呀 那我要学 可以 但是学医术的前提是十字 所以 现在三岁的猪猪的主要任务 还是多十字 是 娘 猪猪这就是十字 确定小鸡们都没事了以后 李迈又去洗了手 回屋看周全 教猪猪认字去了 今日 我们先学八个字 你晚上睡觉前 只要认真地记得这八个字就好 叫猪猪多读几遍之后 周全给他讲了一下这话什么意思 猪猪说记住了 抱上书扑腾着下了地 自己穿好了鞋子跑出去 去给爷爷奶奶姑姑炫耀一番 又认识八个字了 人哪 人哪 还是活在童年好 可以无忧无虑 正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只要活得让自己开心就好 其实 当人经历过很多之后 最后追寻的 还是如童年时这般干净 纯净 且无忧无虑的时光 对不起 他知道 因为自己如今的情况 让他感觉到生活的艰辛和压力了吧 疼 对不起 小麦 对不起 我 我给你揉揉 嗯 揉吧 得到黎麦的允许 周璇心里松了口气 赶紧两只手抓他胳膊 轻轻地揉了起来 好了 不疼了 谢谢夫君 怎么了 后悔帮我揉胳膊了 不是 不是 小麦 我 好了 不逗你了 你躺着休息一会吧 我去端饭回来 我们在屋内吃吧 你今日折腾的也累了一天了 这里好像埋着一个坛子 两个人诧异了 放下镰刀走了过来 爹 这里是别人家的墓地吗 不是 这里一直是咱家的山头 这坡地也是咱家祖上传下来的 周氏的祖坟在后面那座山上 最后 五个人围在一起拿小锤头慢慢地挖呀挖 终于 一个大坑挖开了 露出一黑乎乎的东西来 果然是个坛子 只不过不是一个 而是三个 他爹 不会是三坛子银子吧 终于还下意识看了李麦和珠珠一眼 他总觉得 可能又是李麦和珠珠的锦礼运气 给他们带来好运了 爹 开不开盖子 行吧 你觉得我们要开吗 可以开 你们看后 还是我来吧 万一里边要是有毒气 或者有伤害人的东西 我担心你们受到伤害 李麦说着 拿起一旁镰刀 往后退了一些 伸过去 慢慢地掀开坛子那个盖子 诶 信 李麦凑近闻了一下 没有异味 应该是没毒的 他伸手将信拿了起来 周氏族人后代亲戚 就你看吧 看看说了什么 李麦应了一声 几人盘膝坐下 李麦展开信件念起来 爹 咱家有年轻人过世的吗 五十年前 那时候爹还没出生呢 不过 以前倒是确实听你爷奶说过 我有一个小叔叔 经常喜欢在外面游历 读书 也考中秀才后 就再没考 后来不知道因为啥 突然得了疾病 人就没了 但是 关于这个云长雨的事情 却没听说过 可能是人们嫌晦气 没说起过 爹 那这事怎么办 按他心里说的 就他的那几个人 你知道是谁家的吗 周老爹闻声点头 他当然知道了 这三坛子里 一坛子是一些书籍 有经商类的 有文史类的 也有一些关于香料 或者染料 颜料类的书 还有一坛子银子 和元宝珠宝这些的 总计应该有万两 另外一坛子是一些石头 他以前做过石头生意 这些是他认为值钱的石头 让周家的后代 如果花完那些钱了 可以卖了这些石头 几代人活下去都没问题 爷 这些东西怎么办 要直接搬回我们家 还是找那几家的后代 一起商量 这里边也有老族长 我去把他找来吧 还有另外几家 我都把人叫来商量吧 东西就先在这里放着 我以为这一次 我们家又遇到了 什么好东西呢 这回倒好 东西是好东西 但不全是我们家的 大嫂这回莫不是要带着全村人一起发财吗 我也不知道 等爹他们来了商量吧 人家信上也说了 东西的明细也都在 所以我们独自拿走一点东西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分到多少算多少 毕竟这是意外之财 有这个事情过了明路 以后小麦再与于夫人做生意赚了钱 我们拿出来也是正常的了 娘说的对 这样一大笔钱不是我们能独吞的 分了也好 到时候我们有多少算多少 以后我们自己赚的钱也光明正大了 不过 娘 如果可能我们多分一些书 关于经商的 关于那些香料或者颜料什么的 技术类的 那些才是隐形的财富 可以生钱 而银子 花完就没了 好 我知道了 听你的 行慢 你组长书也是十字的 你把信给他吧 李迈点头映下 把信递给组长 没错 这是 长羽的亲笔信 听我念啊 我念到谁的爹的名字 你们就站在一起排好队 众人应了一声 很快分成六家人 当年 我们六个人帮助过云长羽先生 如今在世的 也就我一个了 以前他在村子里时 与永泽的关系也很好 他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埋在这里 我想啊 他应该最主要的是 想感谢永泽家人的 如今既然三里把我们几家都叫来了 那为了公平起见 云先生留下的这些东西 我决定凭分 不管什么东西都分六份 六家人分回去 至于你家里兄弟几个 回去你们自己怎么分 是你们自家的事情 行 听组长的 行 听组长的 哎 组长 那是正好多出一点的来了 多出来的一点 分不开六份的 就给三里家 这东西 云先生是埋在他家地里的 即日也是他家小蕾发现的 如果小蕾没发现 你们能见得到这笔意外之财 周老爹全名叫做周三里 组长喊了周老爹和其他几人过去 先开一坛子 把里面东西倒出来放地上 都是些石头 这石头也是宝贝 心上说了 这些石头里可能有东西 不过能不能开出东西来 看人的运气了 来 一共是二十七块石头 我来分 还是你们自己挑 外表看不出什么 大小也都差不多 组长分吧 我们实在看不出来 这东西有什么值钱的地方来 组长蹲下分成六份 每分四块 另外剩下三块 放在一旁 下一坛子打开的 是一坛子银元宝和银票 和一些各色珠子 当众人看到最稀罕的银子时 他们眼睛都亮了 恨不能都是自家的 组长显然是被吓到了 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元宝 最后银元宝和银票总数 加一块有五千多两 看来那些珠子应该价值五千两 信上可说了是价值万两 这些倒是好分的 每家皆是分到不少银元宝 银票和珠子 东西到手以后 一个个美滋滋的 兄弟们蹲在那边分去了 还有一坛子分完 你们再回去兄弟们分 我们也不识字啊 组长看着分吧 看看有孩子读书能用的不 等我儿子去镇上读书的时候 给他看 是呢 组长 书我们也可以不要 谁家想要 可以拿银子来给我们换 这个办法好 组长分吧 分好了谁想要拿银子换 三字经 那就给林财家吧 你家小子今年应该要去书堂启蒙了吧 千字文 那就给旺财家了 你家有玩要读书了 这香谱谁家想要啊 没人坑声 组长 没人要就给我们算了 左右小泉做不了什么 在家里给他看看 大发时间用吧 组长想想也对 于是便放在周全家那堆里去了 这本染料杂技 这谁懂 哎呀 算了 给周全打发时间看去吧 这本小男郎记 算了 也不适合孩子们看 给周全打发时间吧 林财站在身后 看组长一边念叨一边分书 眼中渐渐有丝笑意 挺好的 一些技术类的 游记类的 杂技类的书 组长认为没什么用 都给了自家 这也正是林曼想要的 好了 都分完了 各家自己想办法往家拿东西吧 你们兄弟怎么分 你们自己商量啊 但是我有一点警告你们 得了这笔意外之财 不是因为你们有能耐赚回来的 而是受了你们爹当年做好事的恩德换回来的 如果让我知道谁家突然有钱了 兜不住的去赌博 别怪我把你们赶出村子里 老祖宗有训话 第一就是不许周氏族人占赌 是 组长 是 组长 我们明天就去给二叔烧纸去 感谢二叔猛英 好 那不是我大姐夫吗 周雷认出赶车的徐顺来 周老爹一看就笑了 这女婿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等徐顺刷好马车 扶着周姓几人到山坡上以后 看着地上一堆东西 嘴角抽搐起来 爹 我们听到村子里吵吵闹闹的 人们说什么发现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有的人说分到了 有的人说没分到 正打闹着呢 我们俩担心你们就来接你们了 你们来的正好 把那些东西再装进去那坛子里 包到你们马车上 我们回去了再细说这事 所以爹 其实还是大嫂和猪猪挖的 而不是三爹 嗯 你们知道就行 我们对外说是小蕾挖出来的 不然怕给你大嫂和猪猪惹上麻烦 但小蕾是咱家周家的男人 人们也不会打他什么主意 爹 既然现在我们手里有宽松钱了 要不先买个车吧 这样出去一下也方便 咱们田里的东西能拉回来 不用您再背了 至于买牛车还是买马车 您决定就行 嗯 买个牛车吧 马车我们不出远门也用不上 先买个牛车也能离地 行 过几日我就去买 不过 我得喊上五瓶 他懂牛 这些银子 我看就交给小全保管吧 他整日在屋内 能看得住 我们马上要开始求收了 赵氏点头 没有意见 李迈心里想的则是啊 若是怕丢的话 可以放自己空间里去啊 但这话不能明说呀 只能等银子放到自己这边以后啊 再想怎么跟周全说吧 爹打算今年秋天盖房 还是明年春天干 秋天先翻盖几间东乡房吧 明年春天盖剩下的 一家人也能有屋子住 啊 这样倒是方便一些 你那边用不用钱 要不要拿一些啊 我们现在还不分家 不用钱 我想着等分家之后 自己在镇上开个铺子 幸而在前面铺子里卖竹鞭 我在后面鞭 我们俩自己现在也在攒钱 等分完家看 不缺就不跟您借了 缺的话到时候再跟爹说 周老爹点头应一下 你就是个实称的好孩子 他也放心 你们两个想过让南南学些什么吗 先是想让南南十岁后 跟着镇上的绣娘学绣花 但现在只是我们想的 还有几年 再看看吧 那你们现在 不妨给南南请个女夫子 先识字 学些女孩子能学的 好 我回去也跟我爹娘提一下 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夫子 他也认同这一点 他没有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得的思想 他就觉得 女孩子呀 还是要学些东西比较好些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南南奶奶就挑了这一套茶具送给你 小麦看看 喜欢吗 这是青花词的 很大姐很漂亮 谢谢大姐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另外就是给你们带了两张竹席 你们原本那炕上的竹席 也用了很多年了 换一换吧 还有一些小的竹编的家里的东西 都是自家人编的 好 你婆婆有心了 这两个是给南南和东东的 该给孩子们请夫子的就要请 娘 这太多了 不用 我们自己也赚钱呢 是啊 娘 这个我们不能收啊 该请夫子使我们会请的 拿着吧 大姐 这是爹娘给孩子的 周兴和徐顺对视了一眼 又看了看周全 便只好收下了 小麦 小全 这些东西先放在你们这边吧 娘留在了外面三十两 准备买牛车和做咱们的家用 这个小箱子里边的是那些石头 你们先放着 等以后我们认识懂石头的人 再问问看值不值钱 行 娘 你点好数就行 点什么数啊 总共就那些东西 小麦要是需要用银子 自己打开箱子拿就行 就是 别说那些见外的话 娘如今手里头那些钱 还都是小麦赚回来的呢 爹 娘 你们想多了 好吧 总之啊 这些东西你们两口子收好 如果我们暂时用不上 爹娘以后过世后 你们兄弟三个肯定是要分家的 到那时 你们两口子做主分就行 爹 你说哪去了 你和娘才刚四十多岁 等二老回去以后 鼻脉看向一大一小两个箱子 要藏在哪里啊 就放在堂柜里还是要挖地窖 你说呢 我倒是有个隐秘的地方 东西放在那里谁也偷不走 但是那里也只有我能去得了 家里需要银子时 只能我帮着取回来 你考虑一下 放心我帮着藏吗 我这条命啊 这个残破的身子 都交给你随便折腾了 这些东西 不过是身外之物 有什么不放心的 夫君要不要回想一下 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这些东西是身外之物 对你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前一句 周全刚一张嘴 又默默闭上了 眼睛不敢看黎麦 脸却红了 黎麦肩膀抖动 闷着笑起来 周全对上 黎麦带着笑的眼睛 心尖颤动着 脑子还没想好呢 手上已经一个用力 把人紧紧用在怀里 小麦 黎麦就只觉得 再和他这样对视下去 他下一刻 可能会沦陷在周全 越发温柔的目光之中 然后不管不顾的 把人直接推倒了 不行 他是病人呢 黎麦清醒过来 突然抬手捂住他的眼睛 眼睛上感觉到 他柔软的手掌 周全把人抱得更紧了一些 只是下一刻 黎麦放开他的眼睛 双手垂下 慢慢地推开他 你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打水 我们洗漱一下再睡 黎麦说了一声 转身拿木盆出去了 周全正正看黎麦出去以后 抬手慢慢触上自己眼睛 嘴角扬开一丝笑意来 小麦并没在自己 刚刚抱他时推开自己 这么说来 小麦不讨厌自己亲近他 对吧 这一刻 周全信心大增 只要小麦不讨厌自己 亲近他就好了 只是刚一扭头 周全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再回头 他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娘送的一大一小 箱子去哪了 他只是抱着媳妇 一小会儿的功夫 箱子就没了 等黎麦端一盆水回来时啊 就看到周全正傻正正地 看着刚才放箱子的位置上 发呆呢 你先洗吧 洗完赶紧躺会儿 今天做的时间够长了 小麦 你把箱子收起来了 你问那两个箱子啊 那不是在哪儿吗 就在周全将不禁盖 脸上擦脸的时候 黎麦一个意念 从空间里又把两个箱子移出来 周全蹭了一下回头看了过去 就发现刚才那个位置 真出现两个箱子 你怎么做到的 差点啊 让我就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但我很肯定 刚才确实没有了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有个隐秘的地方可以藏这两个箱子 不过那地方比较神秘 我叫它我的空间世界 别人去不了 只有我能去 我能依照自己的心意 把想要藏起来的东西 用一年放进去 什么时候需要 再用一年拿出来即可 黎麦说完 冲两个箱子伸出手去 一个意念 两个箱子消失在炕上 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我从一睁眼起 就有这么一个秘密的地方 一直跟着我 至于为什么我会有 我也不知道 他说的一睁眼 周全自然的理解为了 出生以后一睁眼了 那你能去得了那个地方吗 可以去 也可以带你去 但是现在的你行动不方便 我还无法带你去 等你自己能行走时 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还怕吗 这有什么怕的 我们以前出去坐活时 听一些年纪大的人 给我们讲故事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柳树能成精 鲤鱼变成人 还有踩着剑 骑着扫着到处乱飞的仙人 这些你听过吗 真的假的 你连仙人骑着扫帚飞也听过 那个我们讲故事的疯老头 是那么说的 莫非那疯老头也是个穿越者 好吧 我还怕你接受不了我这个秘密 还捂着你的眼睛 不敢让你看来着 以前也一直不敢与人说起过 只有我奶奶知道 他不好意思解释一下 对不起啊奶奶 您暂时背一口锅吧 但是我这个秘密 你得帮我保密 我怕别人把我当怪物 娘需要要银子时 你跟我说 我取出来 嗯 我知道 父亲 你怎么了 我 对不起啊 把你吵醒了 没事 你想想还是大 小 小尿尿 还别的厉害 以前我夜里 都没有这种感觉 那你等等 我记得茅厕外边放着几个夜壶 哪个是你的 圆的那个 这一刻呀 他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可再不找个东西尿出去 他怕是要尿裤子了 拿起圆的那个往回走 可突然听到外面 有滴滴的说话声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这应该半夜三惊了吧 怎么有人蹲在自家墙外 说着话呢 他多了个心眼 熄灭手里灯 专走阴影处 轻轻回了屋内 递给周全 你先解决 我出去看看 怎么了 求人 嗯 不用担心 我能应付 李迈悄悄躲到 茅厕那边的阴影角落处 只见两人 轻手轻脚进了院子 李迈没动 因为他听到 门外还有人在 应该不止两个人 只见两个人 轻手轻脚到正屋前 悄悄地蹲在窗台下面 只见对方拿出一根箱来 悄悄点燃 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又返回去 往他们那个房间 也塞进去一根 随后见那俩人 就趴在窗台下等着 过了一会儿 俩人向大门外挥了挥手 只见又进两个人来 俩人手里拿着匕首 也学刚才那俩人的样子 贴着阴暗处 一路到窗边 四个人是一顿的手势比划 两个人去他们那屋门边 另两个拿着匕首 慢慢地从门缝里插进去 打算一点点撬开门栓 李迈不禁冷笑 手一摆 多出一块块头肌 蒙在头上和脸上 举起手里的竹竿 慢慢朝几人身后走了过去 快跑 被发现了 啊 周春藤的嗷的一声惨叫 躺在地上抱腿打滚 他觉得 他腿被打断了 其他几人看了一眼 想分开方向跑 他奈何对面的人手速太快了 挤竹竿抽下去 四人全躺在地上哀嚎起来 大房和西房门被打开 周林和周老爹一起走出来 行吧呀 怎么回事 周老爹皱起眉 看着眼前地上蜷缩着抱腿哀嚎的四个人 问起了一脉 爹 我起夜回来时 就发现有几个人在咱们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还看到他们手里有刀子 怪吓人的 周林气得冲上前一个个看过去 这倒是村里的四个人士 气得是每个人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 是你们几个 不养活了是吗 爹 去找绳子来 把这几个绑了送到组长家 村里不是有几家被偷了吗 今晚我们终于逮到盗贼了 周老爹赶紧跑过去 把自家绳子找出来 父子俩一配合将四个人绑起来 小麦 你没事吧 娘 我没事 就是被吓到了 你很胆大了 敢拿棍子打人 娘吓得现在还抖呢 好了 小麦回去睡觉吧 爹和小林把这几个送到组长家